第二11章 黎夫人的哀求 灵烟笑着喊道 姑姑 灵清代点头 阿燕 快过来吃早餐了 灵烟点头 嗯 说服了灵清代留在家里 为林济臣操办婚礼 老爷子心情不错 笑呵呵的开口 阿燕 你姑姑这段时间都会在家里 给你哥操办婚事 灵烟笑笑 真的吗 那真是辛苦姑姑了 有什么我能做的 姑姑尽管喊我 灵清代看着灵烟开心的笑脸 不知情的 还以为 她有多喜欢自己这个姑姑呢 嗯 阿燕你是医生 平时多注意一下 你大嫂就好了 毕竟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哥哥跟爷爷承受不住 灵烟点头 好的 姑姑 吃了饭 灵烟就去了医院看离心若 顺便问问那个肇事司机 找到了没有 灵清代站在二楼 看着灵烟出门的背影 心情复杂 老爷子昨晚跟她说了很多话 确实 老爷子虽然现在身体看着很好 但是毕竟年纪大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 那个时候 就算是她想回家 也没家了 灵清代一直觉得 这里只有老爷子在 才感觉像是她的家 如果那天 老爷子不在了 她估计也不会再回来了 这么想着 灵清代开始思考 她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这么离家 让老爷子天天挂念 灵清代拿出手机 给田思远打了一个电话 喂 阿远 在做什么呢 手机里响起了田思远疲惫的声音 清代 没什么 就是苏苏又闹了 一天给我累的呀 我真是不想再管她了 灵清代皱眉 她已经这么大了 实在不行 你让她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去吧 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够容忍她的了 灵清代觉得很是烦躁 要不是因为田苏苏 她也不必与田思远搬到宁城去住 这段时间 考虑到她是的情绪不好 她与田思远已经对她够迁就了 她却还不知足 田思远更是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 天天哄着 却不想 田苏苏脾气越发的暴躁 动不动就摔东西 大吼大叫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灵清代捏了捏眉心 与其有些不耐 阿远 总不能任由她这样下去吧 我是没有耐心了 田思远无奈道 那怎么办 这段时间 我好说歹说 她就是什么 也听不进去 田思远想到什么 忙问道 对了 京代 你把我们的事情 跟你爸说了吗 他同意我们结婚吗 林清代突然沉默 没有回答 那边田思远焦急地问道 怎么 你爸不同意 林清代 嗯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现在 你还是先把苏苏的事情解决了吧 我这段时间 先不回去了 等什么时候苏苏恢复正常了 我再回去 田思远一愣 什么 不回来了 田思远的声音一时有些高 这让林清代有些不喜 她淡淡地回道 嗯 家里有点事情需要我处理 你先好好处理苏苏的事情吧 我不希望我回去的时候 再看见她还是现在父母样 田思远感觉林清代今天的声音 跟语气有些冷淡 这让她有些心慌 忙说了几句好话 保证一定会把田苏苏的事情处理好 最后又说了几句甜言蜜语 感觉林清代的语气好了一些 才挂断了电话 林烟来到医院 陆在川 一般依然在病床前照顾着黎清若 看到林烟来了 夫妻两人都很高兴 林烟依旧给黎清若把了脉 见她身体没什么事了 才放下心来 清若姐 要是不喜欢医院 其实可以出院了 吃了几天药膳 你的身体已经没有那么虚弱了 在家里休养 跟在医院也差不多 在家里还舒服一点 黎清若笑道 我早就想出院了 但是顾及到孩子 又不敢随意出院 早上医生也过来说 要是想出院 随时都可以出院了 林烟点头 嗯 你心情也会好一些 孕妇心情好 也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陆在川 那阿烟 你先在这里陪一下弱弱 我去找医生办一下出院 林烟点头 好 对了 清若姐 那个赵氏司机找到了吗 说到这个 黎清若脸上的笑意 突然收了起来 林烟疑惑 怎么了 清若姐 黎清若 赵氏司机找到了 她指认了黎清然 是黎清然指使她的 用了两百万现金 收买了司机 林烟皱眉 你那个便宜妹指使的 黎清若点头 嗯 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母女两个人的心 会这么黑 居然敢买凶杀人 林烟 黎夫人也参与了吗 黎清若摇头 据说没有 司机只指认了黎清然 现在警察 应该已经把黎清然带走了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川哥也不跟我说 可能是怕我激动 会伤到身体 林烟点头 不跟你说也是好的 相信陆大哥会处理好的 他可不会任由 伤害你的人好过 既然他不希望你管 那你就别管了 好好养胎 很快就要到 你们的婚礼日期了 对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哥也要结婚了 就在你们婚礼过后几天 到时候 你身体好了 跟陆大哥一起 来参加我哥的婚礼 黎清若惊讶 这么快 以前也没听说过 你哥有女朋友呀 林烟笑道 两人先上车后补票 我大嫂现在也是跟你一样 怀着小宝宝呢 黎清若惊讶 真的 你哥也太神速了吧 你之前还担心 你出嫁了林烟 一个人孤单 现在好了 林烟也有了小重孙 日子就没那么孤单了 林烟笑着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两人正说得开心 突然病房门被暴力推开 门板碰到墙面上 响起了砰的一大声 把黎清若吓了一跳 黎清若这一动 牵扯到了手臂上的伤口 一时痛呼出声 黎夫人推开门后 大步跑到了 黎清若的病床前 清若 你救救你妹妹 救救你妹妹 林烟忙扶着黎清若靠下 为她检查伤口 见没有出血 才放下心来 黎清若冷冷地看向黎夫人 听到她的话 气笑了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救黎清若 你怕不是脑子坏了 分不清谁是谁了 我是黎清若 一直被你们搓磨长大 后来又被你卖掉的人 你居然来求我 哼 真是太可笑了 黎夫人不管黎清若的冷言嘲讽 依旧哀求道 清若 我知道你一向心地善良 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不对 林烟注意着黎夫人 以防她一时求情不通 起了伤害了黎清若的心思 黎清若看着这个平时高傲富贵的黎夫人 现在就如同一个疯婆子一般 披头散发 丝毫没有以往豪门贵妇的形象 跪在她的病床前祈求着她 黎夫人的声音一直不断地响起 黎清若却没有听到她在说些什么 脑子里满是小时候 她指着自己一声声羞辱的声音 那些声音在她的脑海里盘旋 久久不散 黎清若抢她东西的时候 被黎夫人瞧见 有人在 她就会说 要让着妹妹 妹妹小 她是姐姐 没人的时候 她就会用那种刻薄又凌厉的语气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女儿争抢 你要记住 这个家里 所有的东西 以后都是然然的 与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黎清若生在豪门世家 可是有谁知道她小时候 居然连饭都吃不起 这说出去都没人性 堂堂四大世家的千金小姐 居然连饭都没得吃 这一切都是周云的功劳 自从周云进门 她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一开始还好 周云虽然对她没什么好脸色 但是至少也不会虐待她 不顺眼 对她也越来越差 随着她与黎清然慢慢长大 慢慢会有争执 会有对比 周云便越发地看她不顺 生活中处处搓磨她 她童年的那些伤害 包括她被卖掉的那些伤害 周云现在是忘了吗 更何况 还是黎清然满胸想要杀她 她怎么可能会救黎清然 她又不是圣母 她与周云无冤无仇 她都这样折磨她 黎清然与周云 对她有着如此深厚仇 她居然还妄想自己救黎清然 这真是太可笑了 第212章 黎夫人的卑微 黎清若冷冷地看向周云 这场满胸杀人的谋划 你参与了吗 周云一愣 忙回道 若若 我没有 我没有 若若 然然她年纪小 不懂事 才会一时鬼迷心窍 我要是知道 一定会狠狠地打醒她的 若若 你就放过她 这次好不好 我以后都好好管着她 再也不会让她去打扰你了 周云表情态度诚恳 要求着黎清若 见黎清若还是没给回应 她突然一下子 皆跪在了黎清若的病床前 哀求道 若若 我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 然然还小 要是坐了牢 她这辈子就毁了 你是她的亲姐姐 你就饶过她这一次吧 我求你了 周云忙给她道歉 若若 以前的事情 真的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这么对你的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若若 你救救你妹妹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然然都是你的亲妹妹啊 你们两个是亲姐妹 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好不好 周云说着说着 大声哭了起来 黎清若看着她这副样子 却一点也不觉得可怜 反而觉得很是解气 这么想着 黎清若笑了 周云 看到你这副样子 我心情突然好了 周云闻言 一时忘记了哭 抬头愣愣地看向黎清若 见她脸上明亮的笑意 顿时心底愤恨不已 一时间连求情应有的表情管理 都控制不住 眼里闪过了一丝极快的恨意 被黎清若看了个正着 黎清若吃笑一声 像你们这种黑心肝的人 哪里会真的知错呢 不过是想找一个理由 求我不追究黎清若而已 你们要是真的会悔悟 也不会等到现在 周云刚想说话 黎清若快速地打断道 我是不可能救黎清若的 你回去吧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周云看着她冷漠的脸 心底顿时一凉 神色慌乱不已 除了来求黎清若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证据也摆在了警察局 一路再穿的性子 是不可能放过然然的 陆家权势这么大 想要然然坐牢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周云颓废地跌坐在地上 脸上一片灰败之色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黎清若冷冷地开口 周云 黎清若有今天的下场 都是因为你的纵容 是你让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是你教她嫉妒 教她害人的心思 如果不是你这个当母亲的言传身教 她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样子 周云 我只想说 看到你们今天的这副样子 我很高兴 你们害了我那么多年 如今 也是自食恶果 相信你也不想看见 我幸灾乐祸的样子 同样的 我也没兴趣 看你痛哭流涕的模样 所以 我们都从彼此的世界里消失吧 黎清若看了一眼门口 淡淡地开口道 你如果还不走 等下遇见陆在川 怕是黎清然的日子 会更难过 周云闻言 看向黎清若的眼神 恨不得吃了她 那眼里全是怨毒之色 但也既怕陆在川随时会回来 又有灵烟在旁边 她也不敢做些什么 周云从地上爬了起来 理了李身上皱巴巴的衣服 从包里拿出纸巾擦了擦眼泪 看了一眼黎清若 又恢复了刚刚讨好的语气 若若 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想想 你跟然然毕竟是亲姐妹 这样送自己的亲妹妹去牢 对你以后的名声也不好听 黎清若从来没有想过 周云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一面 她也有些累了 不想再与周云争论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可能放过黎清然 黎清若没有回应她的话 周云健壮 敢怒不敢言 转身走了 黎清若见她的背影 消失在门口处 看向林烟 阿烟 你会觉得我很心吗 林烟诧异 怎么会 这母女两个人 对你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这次黎清然买凶杀人的证据拿到了 你就应该往死里告 让她的青春年华都在牢里度过 身败名裂 就算做了几年的牢出来 她的日子也不会再像 从前一眼一样好过了 林烟 辛若姐 你不要想这么多 有句话叫自食恶果 黎清然与黎夫人今天的下场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这叫罪有应得 黎清若点头 我心里其实一点都不同情他们 相反 看见他们这样 我还觉得很是解气 我的人生败他们母女两人所赐 侃侃可克 一路走到今天 好不容易 如今终于暗生了 黎清然却想要杀了我 对我 她从来没当我是她的姐姐 连买凶杀人这样的事都做出来了 我又怎么可能 顾念那点血缘关系 林烟刚想说话 就看见陆在川回来了 若若 我刚刚看见黎清然他妈在走廊里 她来找你了吗 黎清若点头 嗯 陆在川紧张的上下 查看着她 黎清若的身体 那你怎么样 她有没有因为黎清然的事情 对你做些什么 对不起 我刚刚在外面接了个电话 耽搁了一下 陆在川神色紧张 有些自责 她真的再也承受不住 失去黎清若的痛苦了 这黎家母女两人都是黑心肝 以后绝不能再让周云健靠近若若了 黎清若安抚的对着她笑笑 没事 有阿燕在呢 林烟看着两人 笑道 好了 陆大哥办好了出院 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要是在家里有什么问题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先走了 黎清若点头 好 阿燕 谢谢你 林烟无奈 要谢谢我 那就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别让我担心 黎清若点头 她也知道 林烟为了她的事 把拍婚杀照的时间都推后了 自己好好的 她才能放心出门 林烟与两人寒暄了几句 便打算离开 这时 赵医生突然跑了进来 忙慌慌道 林小姐 你能不能帮忙做个手术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一个 快要临盆的产妇 因为摔下了楼梯 导致大出血 现在伤情很严重 我实在是没办法 以我的医术 我就不了他们 你能不能帮帮忙 赵医生就是那天跟林烟一起 为黎清若做手术的医生 此时她正穿着无菌服 显然是刚从手术室出来 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脸色焦急地看向林烟 生怕林烟不答应 林烟看着她焦急的神色 现在人命关天 她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林烟点头 行 我们边走边说 病人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一定给我说清楚 两人大不留心地朝着手术室走去 黎清若看了一眼陆在川 川哥 我们先等等再回家吧 等阿烟出来 陆在川点头 好 林烟这边刚到手术室门口 产妇的婆婆与丈夫便围了上来 赵医生 你说的神医呢 怎么 没请到吗 开口的是产妇的老公 她神色焦急害怕 连声音都是抖的 赵医生这急去手术室抢救孕妇 没时间与他们解释 指着林烟说道 这就是神医 你们快让开 多担个一秒 病人就多一分危险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两名家属互相看了一眼对方 都觉得有些不太靠谱 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会是神医 婆婆开口道 儿子 神医是个小姑娘 男人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 看着也不像 婆婆怀疑 难道是赵医生骗我们呢 男子沉沉道 应该不可能 赵医生不会这样做 妈 再等等 一也许真的是神医呢 男子说的这话 其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只是如今 他除了祈求这神医是真的 也没别的办法了 婆婆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毕竟现在也没时间考虑这些 他坐到了走廊旁边的椅子上 双手合十 嘴里念念有词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男子烦躁的在走过道里走来走去 脸色满是担忧着急 第213章 赵医生的邀请 而此时手术室里 林烟已经穿上了无菌手术服 孕妇的情况危险 下面不断的出血 此时孕妇已经极度虚弱 林烟盲从兜里拿出了一颗丹药 是他事先从空间里拿出来的 掰开孕妇的嘴 把药丸给他喂了下去 周围的医生护士们见他这个动作 一时都被搞猛了 一个实习医生刚想质问 就被赵医生抬手制止了 实习医生一脸猛的 收回了快要说出口的质问 见赵医生没有说话 他又疑惑地继续看向林烟 此时林烟正给孕妇检查身体各处的情况 把脉悄悄用灵力探查 而这些动作 看在周围医生护士的眼里 却是一些没用的徒劳之举 林烟很快便摸清楚了孕妇的情况 赵医生见林烟的动作 又看了一眼仪器上发出的信息 开口道 林医生现在开始手术吗 林烟一边快速开始手术 一边点头 嗯放心吧 孩子和大人都会没事的 赵医生点头 忙起开了林烟身边的实习医生 自己站到了林烟的身边给他打下手 好好观摩林烟的动作 林烟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而且速度极快 这波操作 把周围医生护士们都看看梦了 原来是他们看走眼了 这年轻的皮囊之下 竟然拥有如此高超的医术 是一个男孩 只是皮肤苍白 面上有些青紫色 没有哭声 很安静 但是四肢在缓慢地挥舞着 护士拍了拍孩子的屁股 一下比一下大 想要把他打哭 打了几巴掌 却还是没有动静 护士着急道 赵医生 孩子缺氧 现在还不出生 怎么办 赵医生见林烟正在给产妇处理出血的伤口 一时也顾不上孩子 便忙走过去看了一眼孩子 他尝试用了好几种办法 孩子还是没有出生 再这样下去 孩子可能会避气的 医生们你看我 我看你 都焦急不已 难道这个孩子 就这样没救了 医生护士们顿时看向林烟 可林烟正在给产妇处理出血口 如果不控制住出血口 产妇也会死 顾得上孕妇 顾不孩子 怎么都难以选择 林烟没有理会众人的眼神 他迅速给孕妇先稳住 下一秒就走到孩子身边 这速度 又让众人看猛了 看着产妇已经止住血的伤口 他们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 丝毫没注意到 林烟是怎么弄的 居然只用了几秒钟 就止住了血 简直神速 林烟看着台面上的孩子 因为缺氧 孩子脸色轻紫 时间紧急 林烟来不及顾虑别人的眼光 以及暴露自己 有特殊能力的事情 他忙抱起孩子 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悄悄用灵力给孩子查看 要是让他们把孩子带出去 再用那些医疗器械给孩子检查 等结果出来 孩子早就因为缺氧 而损害了身体的大部分的器官 以后也会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 很快 林烟发现 孩子是因为一口气 堵塞在了胸口处 靠他自己 力量太小 根本吐不出来 林烟轻轻抚上孩子后背 实际上是使用灵力 慢慢疏通了孩子的呼吸道上的堵塞 让他的呼吸道通畅 众人都不解林烟的这个动作 紧张又疑惑地盯着林烟 以及他怀里的婴儿 突然 哇 的一声 孩子一下子哭了出来 哭声洪亮有劲 听到这声哭声 林烟内心顿时松了口气 放松下来的林烟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他的额头已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已经快要流到他的眼睛里了 前后一分钟都没有 林烟就让孩子活了过来 众人不可思议地看向林烟 眼里满是崇拜之色 要不是现在是在手术室 他们都想围上去请教了 只是现在毕竟是在工作 他们也只能收起那颗狂热的心 继续做接下来的工作 赵医生忙示意护士给林烟擦汗 护士反应慢了半拍 回过神来 才真知道赵医生的意思 忙拿起纸巾 开口道 林医生 我帮你擦一下汗吧 护士刚刚听见赵医生 就是这么喊他的 便也跟着喊 林烟点头 谢谢 林烟低下头 让护士给自己擦好了汗 才开口道 孩子因为缺氧 可能会对他身体各处的器官 造成一些损伤 你们先带他去检查 然后有什么问题 与家属说清楚 赵医生朝着护士开口 快去吧 带孩子好好检查检查 护士点头 用强毛把孩子包起来 抱着出去做检查去了 林烟继续回到手术台 开始为产妇做缝合 产妇全程昏迷 现在还没有醒来 赵医生担心到 林医生 产妇身体怎么样 没问题吧 在林烟面前 赵医生这个资深教授 此时就像是一个小学生一般 问东问西的 主要是赵医生觉得 林烟的医术 跟自己这么多年所学的太不同了 这让他觉得 他在林烟面前 就像是一个医术小白 什么也不懂 林烟点头 嗯 没事 等我给他缝好针 把他转到病房去吧 最多一个小时 他就会醒来 而此时等在外面的两名家属 看见手术室门开了 忙迫不及待地跑了上去 婆婆看见孩子 笑得开心 忙问道 医生 这是我家的孙子吗 男孩还是女孩 胡说忙回道 是个男孩 两人闻言 脸上顿时满是喜色 突然 男人着急道 那我妻子呢 他怎么样了 护士笑道 放心吧 你妻子快就出来了 医生正在给他处理伤口呢 护士与他们说了几句 得知要去孩子做各种检查 婆婆赶紧喊道 儿子 快跟护士小姐去 孩子可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得好好检查 男子不肯去 非要在手术室门口 等他的妻子出来 婆婆无奈 人家护士都说了 小素他没事 你就别担心了 护士开口催促道 阿姨 还是你跟我一起去吧 担惰了检查对孩子不好 你儿子担心自己媳妇 这是人之常情 就让他在这里等着吧 你跟我去 护士这样一说 婆婆无奈 哎 行行行 走吧 婆婆一边嘀嘀咕咕的 一边跟着护士 朝着另外一个客室走去 此时手术里 林烟已经处理好了一切 看着产妇肚子完美的缝合线 赵医生以及几个实习医生 又再次惊讶了 这大佬就算是做一个最普通的缝合线 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瞧着完美的缝合线 真是漂亮 林烟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看着已经稳定的产妇 对着赵医生说道 赵医生 我先回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处理就好 病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赵医生忙挽留 等等 林医生 我想请你吃顿饭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你的医术这么与众不同 我很好奇 想与你探讨一番 赵医生是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长相儒雅成熟 是京都一等一的妇科圣手 在业内威望很高 以前赵医生也自视甚高 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多大的上升空间了 如今两次见识了林烟的医术 这让他感觉自己如井底之蛙一般 见识太过浅薄了 林烟笑笑 不好意思 赵医生 我今天没有空 赵医生闻言 有些失落 他真的很想与林烟探讨关于医术的事情 他这一生就只喜欢医术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一个医术如此高超 且与众不同的人 想与之探讨一番 却没有这个机会 赵医生想了想 心里虽然不抱希望 但是还是问出了口 林医生 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医院上班 随即他又忙保证道 待遇这些随你开 你来就是科室主任医师 或者你有什么要求 一并提出来 我能做到的 我都答应你 周围的几个实习医生闻言 都纷纷羡慕不已 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 看着跟他们同样的年纪 他们还在底层苦苦挣扎 人家却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过 他们也不嫉妒 这个林医生的医术 确实值得这么好的待遇 众人正等着林烟答应 却没想到 林烟笑着给拒绝了 不好意思 赵医生 我对来医院工作 没有什么兴趣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谢谢 赵医生闻言 虽然心里早如此 此时听见他拒绝 也还是觉得可惜 赵医生忍不住道 你的这身医术 不来医院上班 真的可惜了 林烟笑笑 没有回应 脱下吴军服 与赵医生打了个招呼 林烟便走了 第214章 为林继承操办婚礼 林烟出了手术室 想到黎心若 便朝着他的病房走去 果然 黎心若还没走 林烟走了进去 心若姐 陆大哥 你们还没走吗 黎心若见林烟来了 盲问道 阿烟 手术结束了吗 怎么样 林烟知道 两人可能是担心他 才在这里等着 他笑了笑 手术很成功 孕妇和胎儿都平安了 黎心若闻言 点点头 我就知道 你肯定能行 阿烟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场手术 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 林烟此时也觉得有些累 他对着两人说道 心若姐 陆大哥 你们快回去吧 我也要回去了 这场手术 太好经历了 我现在觉得有些累 陆在窗回道 我跟若若一起送你回去吧 林烟摇头 不必了 我自己开了车来的 黎心若担心到 累得开车很危险的 还是我们送你回去吧 林烟无奈 我知道的 不用担心 我自己做事 还会没有分寸吗 你们就操心我了 我走了 林烟说完 没有给他们说话色机会 便直接走了 林烟摇见状 无奈地摇了摇头 川哥 我们走吧 陆在川点头 给莫衡发了一条信息 然后喊来保镖 收起东西便回去了 出了医院 林烟开着车 直接回家去了 路上 林烟接到了莫衡的电话 林烟按下接通键 喂 刚刚路大哥打电话给我 说你刚刚在医院 做了场手术 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莫衡的声音有些担心 林烟轻笑 没事 我在回家的路上 马上就到家了 别担心 莫衡柔声责怪道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林烟无奈地笑笑 好 知道了 我都到家了 先挂了 我回去休息一下 莫衡轻声回应 嗯 好好休息 等一下我去看你 林烟回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此时家里 林青黛与老爷子 还有楚遥都在客厅里坐着 旁边有几个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正说着什么喜宴 听起来 好像是在讨论婚礼 见林烟回来 老爷子笑道 阿烟回来了 林烟笑笑 爷爷 姑姑 大嫂 你们在做什么呢 楚遥笑道 阿烟 你也来帮我选选看 这些婚宴策划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个 老爷子点头也笑道 对 阿烟 你也来看看 很快你跟莫衡的婚礼也要到了 你现在跟你大嫂好好看看 以后也有点惊艳 林烟 爷爷 我自己的婚礼策划 好像莫衡已经定下了 我都没兴趣看这些 林烟笑着对楚遥说道 大嫂 你们慢慢选 我刚刚在医院做了一场手术 有点累 我想去休息 楚遥虽然有些疑惑 林烟怎么会去医院做手术 但是现在也不是说话的时候 便开口道 那你快去休息吧 别累着了 老爷子也赶紧说道 累了就快上楼 去休息吧 林烟点头 朝林青代打了一声招呼 便上楼 去去休息了 见林烟上楼去了 几人又开始 讨论着婚礼的事情 楚遥和老爷子 都喜欢中式婚礼 林青代则是更喜欢西式婚礼 林青代觉得 楚遥怕是想要讨好老爷子 才说 自己喜欢中式婚礼的 现在的女孩子 大多都还是喜欢西式婚纱 林青代看向楚遥 你确定想要中式的 后面再想要西式的 就改不过来了 楚遥点头 嗯 我喜欢中式的 姑姑 我们就定这个中式吧 你看这红红的颜色 多喜庆啊 老爷子也笑着点头 对 青代 既然瑶瑶喜欢这个 那婚礼风格就定下这个了 林青代点头 行 你们说了算 林青代他们所选的风格图案 给了老板 就按这个做吧 时间是比较着急 你们尽快搞定 工作人员点头 好的 林小姐 几人又商量了一些婚礼细节 说了近一个小时 才说好 婚礼场景安排好了 接下来 就是宣布婚期 给宾客们发请帖 这些件事情 老爷子都交给了林青代 一到中午 楚遥就犯困 他看向老爷子 还有林青代 开口道 爷爷 姑姑 我有些困了 老爷子忙说道 困了 就去休息 我跟你姑姑 商量宾客名单 楚家那边的名单 等你睡醒了 再慢慢弄 楚遥点头 好的 爷爷 楚遥与两人打了招呼 便上楼去午睡了 刚到房间 就接到了楚妇的电话 楚遥现在没有上班了 林继承怕他累着 不肯让他再去上班 导致楚家人 现在想要见他都见不到 楚妇今天都给他 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他不想接 便都挂断了 这次 楚遥也同样没接 按下挂断键 不用接电话 楚遥也知道他爸的意思 无非就是想要 从他这里 多捞点好处 面对这样的父亲 楚遥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 他已经有了爱他的男人 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家 这个家是温暖的 是充满爱的 他以后会很幸福 想到林继承 与肚子里的孩子 楚遥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 他躺在床上 给林继承发了一条信息 然后便准备放下手机午睡了 却不想下一刻 微信提示音响起 楚遥还以为是林继承 高兴地拿起手机 却发现是楚妇 这次打电话不接 改成发信息了 楚遥看着楚妇发来的信息 瑶瑶 你不回家 来收拾你的东西吗 或者爸爸给你送到林家去也行 楚遥打字回道 不用了 林家这里什么都有 那些东西不要了 你们丢了吧 楚遥刚回完 那边又秒回 这回是语音 瑶瑶 小陈的公司刚给了我一个项目 昨晚我能挣三千万呢 这大公司出来的项目就是不同 楚府的声音有些激动 随即又发来了一条 爸爸给你打电话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呢 爸爸跟你说 在林家 要好好孝顺林老爷子 好好照顾小陈 不能惹他们生气 知道吗 楚遥听完 觉得很事无语 他怀孕了他爸不关心他 还让他好好照顾林继承 别惹林继承生气 这是他的亲爸吗 楚遥虽然早已不对这个爹 抱有什么希望 但是听到这些话 还是觉得很影响心情 楚遥干脆把手机关静音 重新躺下 喃喃自语道 早知道就不听了 第215章 林清代的男朋友 趁着这两天有空 林烟与莫衡 又出去把之前没拍完的婚纱照给补上 再过两天 就离心若和路在川的婚礼了 他们还得赶回来参加婚礼 林清代看着林烟与莫衡双双出门的背影 对老爷子说道 爸 莫衡看起来很爱阿烟 老爷子笑呵呵的点头 那是 我们阿烟这么优秀 谁不爱 林清代淡淡的笑了笑 是啊 阿烟的确很优秀 要是当初阿远没死 是不是现在 他也会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有一个跟林烟一样漂亮的女儿 林清代总是忘不了周远 总是会换周远 还活着 所以 在遇见田思远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惊喜 两人就连名字都那么相似 想到早上 田思远还在催促他 跟老爷子替结婚的事情 林清代心底很是烦躁 他感觉自己 现在已经分不清 自己喜欢的到底是田思远 还是他那张跟周远相似的脸了 林清代看向老爷子 想了想 还是开口问道 爸 如果我现在找的男朋友 是一个普通人 你会接受吗 老爷子文言 一愣 有些不可置信 你找男朋友了 林清代看着老爷子期待的目光 点了点头 嗯 找了挺久的了 老爷子高兴道 那你带回来 我们看看呀 林清代开口 爸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设计师 家世也不算好 你会同意吗 老爷子笑道 没关系 家世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品 只要这个人是一个正直 善良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对你好 懂得爱你疼你 我就满意了 林清代有些意外 这么容易的吗 终于听到女儿交了男朋友 老爷子可高兴了 忙对着林清代说道 那你赶紧带回来 我看看呀 我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对你好 我才放心呀 林清代开口道 不过 他有一个女儿 老爷子一时高兴的忘了很多事 比如林清代这个年纪的人 大多都是结婚了 或者是二婚三婚的 都有可能 但是要年纪跟林清代差不多的 又没有结婚的 那基本是没有的 所以 有孩子是很正常的 林清代看着老爷子突然沉默 淡淡的开口问道 爸 你介意吗 老爷子叹息了一声 没有 过日子的是你 只要你觉得没有问题 那就是好的 我介意不介意 并不重要 林清代文言 没有说话 田苏苏的存在 他一直也没怎么在意 也就是 最近他才觉得有些烦 老爷子总归是高兴的 他叫什么名字 林清代有些忐忑 叫田思远 老爷子点头 田思远 听名字倒是不错 随后 老爷子突然反应过来 眉头微皱 田思远 怎么名字里也有个远字 老爷子看向林清代 见他神色无常 随即觉得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这天下名字里 带远的人多如牛毛 应该只是巧合吧 老爷子笑笑 这名字挺好听的 改天你叫他来家里吃饭 林清代点头 好 老爷子看向他 这段时间 把阿诚的婚事交给你 是不是让你太忙了 我之前也不知道 你交了男朋友 不然也不会给你 布置这么忙碌的任务了 现在你都没时间 出去约会了 老爷子笑着说道 林清代无奈地笑了笑 爸 您说什么呢 我去写情帖了 不跟您说了 林清代说完 便准备去书房写情帖 顺便打个电话 告诉田思远 老爷子想见他的事情 老爷子看着林清代的身影 消失在楼梯口 才叹了口气 他总感觉有些不太对 是莫老爷子打来的 告诉他 让他别去接孩子了 明天周六了 堂堂要跟他爷爷去部队 所以今天莫老爷子 去接两个孩子来莫家住 林老爷子点头 行 你去接吧 说完孩子的事 两个老人又调笑着 逗了几句嘴 才挂断了电话 而林烟与莫衡 此时已经在南城 开始拍摄婚纱照了 本来林烟 都已经不想再拍了 但是莫衡坚持 说是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不多拍点漂亮的婚纱照 太可惜了 理由一大推 林烟说不过他 也就随他了 两人在风景秀美的南城海边 拍摄了一组美轮美奂的婚纱照 这里的海岛 堪称国内美最美海岛 两人在这里度过了愉快 又略带疲惫的一天 晚上 莫衡拿了一个任务给林烟看 林烟疑惑地接过电脑 莫衡开口 是匿名发布的 但是地点在北市 而且 这是求治疗布局之症的药物 林烟看着这信息 笑了 这是雷霆 莫衡笑道 应该是了 我查过了发布这个任务的 是北市雷家发出的 林烟看了一眼时间 笑道 才发布了三天 看来 雷霆是过了好几天 才发现自己不行的 这任务发布的真晚 莫衡 不一定 他就算是发现了 一开始也不会大张旗鼓地求要 毕竟对男人来说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病 能瞒着都是瞒着 现在应该是没办法了 所以才开始在 暗网上求医问要的 林烟靠在奢华的贵妃椅上 笑道 这要全世界只有我能解 阿衡 你说 我们要不要跟雷霆做一笔交易 莫衡看着他坏笑的模样 宠溺地笑道 阿烟想与他做什么交易 林烟看向莫衡 我无所谓 雷家那里也没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要的 我给你换来 莫衡走过去 把他揽入怀里 我想要的只有你 说完 便不给林烟反抗的机会 迅速稳了上去 林烟挣扎着开口 嗯嗯 我们在说正事呢 嗯嗯 你先别这样 林烟的话断断续续地从口中一出 又被莫衡吞下 林烟正不过 最后便也只能随他去了 豪华的酒店套房内 仪式春光 第二早上 林烟醒来的时候 莫衡正在桌子上摆弄着碗筷 见林烟醒来 莫衡温柔的声音传来 阿烟 洗漱一下 吃早餐了 林烟懒懒地靠在枕头上 不想吃 他还生气呢 莫衡看着他骄纵生气的模样 好笑地走了过去 怎么了 不开心吗 林烟看着他明知故问的模样 更生气了 头扭到一边 不看他 莫衡可舍不得林烟真的生气 盲低声软语的哄到 好了 是我错了 阿烟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认错 下次我再也不这样了 林烟依旧还是一副生气的模样 不说话 莫衡把他从床上抱了起来 以后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不干什么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气着着自己了我心疼 林烟听着他这如同绕口令一般的话 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莫衡见他终于笑了 到他坐到了餐桌上 给他拿了早餐 来 这是你爱吃的海鲜粥 还有一些中式早点 你尝尝看 林烟点头 那你呢 你吃什么早餐 莫衡笑道 我的是黑米粥 这些中式早点我都能吃 除了蟹黄包 两人吃了早餐 收拾好东西 又继续朝着下一站旅途去了 第216章 与人比试 而此时京都 一大早 莫仲轩便带着堂堂去了部队 乐乐则是被莫夫人送回了凌驾 因为乐乐要去谭大世家学棋 不能与爷爷和妹妹去部队 莫夫人怕她难过 还好好的安慰了一番 结果乐乐根本就不难过 乐乐 奶奶 我没有难过 您别安慰我了 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 莫夫人被乐乐小大人的模样给逗笑了 稀罕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 我们乐乐真懂事 等你去参加围棋比赛的时候 奶奶一定去给你加油 乐乐笑道 奶奶 我才刚刚开始跟谭师傅学习 没那么快去参加比赛 莫夫人夸赞道 奶奶可是听说了 你围棋天赋特别好 连谭大师都夸你 说你是她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了 自家孙子优秀 莫夫人也是非常的自豪 表情上满是与有荣言的骄傲之色 乐乐笑呵呵道 奶奶 我们不可以骄傲 要谦虚一点 莫夫人看着她小脸上一本正经的笑容 忍不住失笑 两人说说笑笑 一路到了林家 把乐乐交给林老爷子后 莫夫人便走了 她今天也没事 便打算去串串门 而此时部队里 堂堂已经与陆星辰见上面了 莫仲宣也知道 孩子跟自己一起不好玩 便让陆星辰带着堂堂去玩了 堂堂牵着陆星辰的手 软糯糯的喊道 阿诚哥哥 顾哥哥他们在哪里啊 陆星辰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们先去上次那个废弃的训练场看看吧 说不定他们在哪里 堂堂点头 好 两人牵着手朝着之前的废弃训练场走去 刚走近 就听见了不少欢呼雀跃的声音 激动的喊道 加油 顾谦加油 陆峰加油 陆峰加油 这声音一听 就是有人在鄙视 边上的人都在助威呐喊 各自给各自的小伙伴加油 堂堂听到声音 一下子放开了陆星辰的手 朝前面飞奔而去 这速度似风一般 一眨眼 就一个小小的背影 就已经跑到了众人聚集的地方去了 陆星辰一惊 忙跟着跑了过去 堂堂跑得太快 一下子刹不住车 撞到了旁边的一个六七岁的男孩 男孩一下子被撞倒在地 堂堂也跟着扑在了他的身上 这突然的变故 把正在比赛的顾谦和陆元都给吓了一跳 两人顿时停下了比赛 看着地上的两个人 被撞到的男孩很生气 一把推开了堂堂 堂堂没有防备 被一把推在地上 男孩指着堂堂骂道 你眼睛瞎了吗 干嘛要推我 说完 男孩才看见堂堂的模样 这一眼便让他惊讶 好可爱的小妹妹 男孩有些后悔 这么凶了堂堂 但是碍于面子 又不好道歉 此时顾谦与刚刚跑到的陆星辰 同时扶起了地上的堂堂 陆星辰焦急道 堂堂你没事吧 摔到哪里了没有 顾谦也关心地问道 堂堂你没事吧 堂堂在两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对着两人笑道 阿诚哥哥 顾哥哥 我没事 这时 一个稍大一点的女生 很是生气地过去 指着堂堂道 你干嘛要推我弟弟 你推了人怎么不道歉 堂堂看向被他推倒的男孩 乖乖地上前开口道 这位哥哥 刚刚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跑得有些快了 没杀住脚步 你没事吧 男孩见堂堂跟自己道歉 脸蛋顿时红红红的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 没关系 我刚刚也推了你 我也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堂堂笑嘻嘻道 没关系 男孩的话刚说完 就被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女生 给拍了一下脑袋 李小玉 你是傻子吗 被人欺负了 还跟别人道歉 你平时的凶悍劲 都哪里去了 真是丢我们李家的脸 李玉被姐姐拍了一巴掌 很是不服气 凶狠地看向他 你才是傻子 李清清 你要是再打我 我回去告诉奶奶去 姐弟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这情况让堂堂一时有些猛 以为是因为自己他们才吵架的 堂堂上前去 想要拉过李清清 与他解释 却没想到 堂堂的手刚碰到李清清 就被李清清一把甩开了 力气之大 让堂堂忍不住倒退了好几步 还好堂堂功夫好 不然怕是得被甩到地上 陆星辰忙上前扶着堂堂 看向李清清的眼神冰冷无比 开口道 你刚刚推了我妹妹 你凭什么推她 李清清吃笑一声 我就推她怎么了 她刚刚也推了我弟弟 这一下扯平了 顾千走过来 李清清 你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你这么大一个人了 怎么还好意思欺负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啊 真是不害臊 李清清没有想到 连顾千都出来 给这个陌生的小女孩说话 这让她更讨厌这个小女孩了 顾千 这不管你的事 自己到一边玩去 陆星辰此事已经很是生气了 但是她记住了 爸爸说的不可以打女生 她死死的捏住拳头 愤怒不已 但是却不能打出去 堂堂健壮 脸色也顿时不高兴了 她走到李清清面前 用她那奶胸奶胸的小萌音开口道 我推了你弟弟 但是我道歉了 她也接受了 而且 我是无意的 但是 堂堂笑小脸一严肃 顿了顿 气呼呼地说道 你刚刚推我是故意的 所以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李清清不懈地笑道 我有说过 我要道歉了吗 可笑 这十边上的陈星开口道 不如你们两个比试一场 用拳头解决问题 谁不服 就打到他服为止 陈星这话一出 两人眼睛同时一亮 眼里都闪过了一丝 不怀好意的笑容 澄清在边上 看见两人的神情 嘴角的弧度微微扬起 开口道 来到这里的 都是军人的家属 作为家属 大家好好歹歹 都会一点功夫 这部队里 谁的拳头最硬 谁就是老大 此话一出 大家都认同地点点头 这顾谦与陆峰 也是为了这个老大的位置 打了好几年了 顾谦几人 上次是见识过堂堂的本事的 因此也不算太担心 但是陆峰 陆峰很是不懈道 沉静 李清清 你们怎么好意思 欺负一个小女孩的 你们女生都这么没品的吗 陆峰其实也不喜欢小孩 但是看见堂堂 她却意外的喜欢 长得漂亮可爱不说 不仅不会哭 还特别有礼貌 摔倒了也不怪别人 反而还起来给别人道歉 但是在面对李清清的满狠时 却也不退让 这性格让她很是欣赏 所以便站出来给堂堂说话 李清清最喜欢的 就是陆峰了 听见她的话 生气道 陆峰 明明是她先欺负我弟弟的 我作为姐姐 保护弟弟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怎么欺负人了 李清清说完 不等陆峰回应 便看向堂堂道 你叫什么名字 愿意跟我用比试的方法解决问题吗 堂堂点头 好呀 我的名字叫做林家堂 你记住了 李清清不屑 谁要记住你的名字 脸真大 堂堂文言 小脸疑惑道 哪有 明明是你的脸比我的大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 第217比试 打伤了人 堂堂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忍不住笑出了声 李清清觉得 众人是在嘲笑她 顿时有些恼羞成怒 凶悍开口道 别废话了 我们开始吧 谁输了 就要听赢了的那个人的话 对她唯命是从 你敢不敢 堂堂点头 没问题 陆峰在旁边有些着急 这小胳膊小腿的漂亮羊娃娃 被李清清这个五大三粗的凶悍女生 打残了 可怎么办 陆峰跑到陆星辰面前 喂 堂哥 你不担心你带来的这个小妹妹吗 你可能刚来部队不清楚 李清清的战斗力可是很强的 这么一个小女孩对上她 不用想 那就是秒杀 她可能会受伤的 陆峰是陆家二房的孙子 与陆星辰也认识 两人虽然年龄相仿 但是陆星辰话不多 与陆峰活泼调皮 两人玩不到一起 陆星辰看向陆峰 淡淡道 放心吧 堂堂很厉害的 陆星辰也有些担心 他觉得 爸爸说的也不全对 要是有人欺负堂堂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打回去 才不要听她的话 男生不能打女生 陆星辰暗自在心里说道 要是堂堂等下打不过了 他马上就上场去帮她 而此时 堂堂脸上满是隐藏不住的笑意 上次来这里 与陈静比了一场 这次来这里 又有机会再与其他人比一场 他真是太高兴 他就喜欢打架 不 文明一点 他就喜欢比武 堂堂笑呵呵的看向李清清 声音懦懦的开口 开始吧 这软懦的声音 以及这漂亮可爱的脸蛋 让陆峰觉得不忍急了 忍不住的喊道 李清清 打人不打脸 你看人家脸蛋那么漂亮 你可能不能给人伤着了 李清清文言 看向堂堂的那张脸 眼里闪过一丝明显嫉妒 他虽然是个女汉子 但是也是个爱美的女孩子 这样漂亮可爱的脸蛋 李清清还真没见过 他也不想见 陈静淡淡开口道 陆峰 你不开口还好 你这一开口 这个林家堂的脸 就要遭殃了 作为一个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陈静很是清楚李清清的为人 自私 小气 极度心重 他从来小就于李清清不对付 偏偏这部队里 就只有他们俩的女孩子 因此 小时候家长们都爱把他俩凑在一起玩 但是每次 他都要被李清清欺负 因为他比李清清小一岁 长得又没有他壮实 所以总是被他欺负 偏偏他在大人们面前 又装得很好 总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每次大家都认为 他才是导弹的那一个 后来长大了一些 陈静就再也不跟李清清玩了 离他远远的 陆峰文言 顿时有些后悔 不是吧 陆星成看向堂堂 开口道 堂堂 如果别人想欺负你 不用可怜他们 直接打回去 知道吗 堂堂点头 好的 阿诚哥哥 李清清看着他们 这么维护这个林家堂 突然抬起拳头 狠狠地冲了过去 这突然的音幕 让众人一惊 以为堂堂就要遭殃了 结果 堂堂轻轻松松就躲开了 堂堂也感受到了 这个李清清的不怀好意 不同于上次与成静的比赛 这次的李清清明显想要他受伤 堂堂也生气了 不再手下留情 快速地朝着李清清打了过去 这速度比李清清快多了 众人只看见堂堂一动 瞬间就到了李清清的面前 李清清没有防备 或者说是他还不来不及防备 就被堂堂的一个扫腿 绊倒在了地上 扑通一声 李清清摔在地上的声音 听起来就觉得痛 顾谦等人早已知道了堂堂的能力 因此并没有多惊讶 陆丰这边人们 确实都看猛了 丰哥 这个叫林家堂 是会瞬间移动吗 他是怎么做到一秒钟 就跑到李清清面前的 又是怎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扫翻李清清的 这速度我真的没见过 陆丰也有些猛 我也想知道 随即 陆丰眼睛发亮 我要是有这个速度 顾谦哪是我的对手 我简直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顾谦不屑地切了一声 得了吧 陆丰 你要是有那速度 我也有 你要想赢我 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两人斗着嘴 突然又听见一片惊呼声 两人赶紧扭头一看 只见场地中央 李清清此时发了狠地 朝着堂堂的脸上抓去 刚刚败下的一招 让他此时有些恼羞成怒 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被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打倒 李清清的擒拿手 是跟他父亲学的 这是他学的最好的一招 平时他也是靠这个 打败了不少比他年纪大的孩子 此时 李清清的擒拿手 比平时的速度快了很多 甚至有些毫无章法 只求速度地朝着堂堂抓去 但是堂堂躲闪的速度比他更快 李清清再快 也快不过堂堂 堂堂见李清清这么凶狠的模样 看向自己的眼神 恨不得吃了自己似的 堂堂有些被这样凶狠的眼神吓到 他不想再看见李清清的这个眼神 便抓着机会 一拳朝着李清清的眼睛打去 堂堂知道眼睛是人体比较脆弱的地方 不敢下手太重 怕给人打瞎了 那就不好了 啊 李清清嘴里发出了一声惨叫 往后倒在地上 第218章 堂堂受伤 众人看到李清清捂捂着眼睛的样子 有些被吓到 李玉虽然不喜欢这个姐姐 但毕竟也是自己的亲姐姐 此时也盲观心地跑了上去 姐 你没事吧 怎么样 你眼睛怎么了 李清清一只手捂着眼睛 一只手推开了李玉 滚 不用你管 堂堂看着地上的李清清 走了过去 开口道 你刚刚用那么凶的眼神看着我 我被吓到了 才会忍不住打了你的眼睛的 但是 你放心 我下手很轻的 不会伤到你的眼睛的 堂堂又赶紧补充道 李清清看着走近的堂堂 眼神里闪过一抹狠色 趁着堂堂没注意 以极快的速度一个扫腿 堂堂被他扫翻在地 李清清趁机一跃而起 一步跳到了堂堂的身上 把堂堂压在地上 狠狠地朝堂堂脸上打去 住手 突然一个惊怒交加的声音响起 但是来不及了 堂堂的脸上 还是挨了李清清一拳 堂堂忍不住闷哼一声 李清清被这突然的怒吼声惊住 转头看向 正朝这边飞快跑过来的几个大人 就在这时 朝着他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这反转来得太快 就连刚刚跑到的大人们也一愣 现在小孩子打架都这么凶狠了吗 这反应也太灵活了吧 莫仲萱忙跑过去 一把抱起堂堂 心疼道 堂堂 怎么样 痛不痛 看着堂堂脸上的亲子 莫仲萱眼睛都心疼红了 他伸出手 想要摸摸堂堂的小脸 又不敢摸 怕弄疼了他 后面跟来的几个大人 见莫仲萱这副模样 也都被惊到了 这小女孩是谁 竟然让莫仲萱 将这么温柔地哄着 几人看了一眼 莫仲萱怀里的小女孩 又看了一眼李清清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堂堂见爷爷担心模样 笑咪咪道 爷爷 我没事 只是脸上有点点痛而已 你看李清清 也被我打了 我们这是在比武 爷爷你别担心 莫仲萱看向李清清 这个孩子他知道 是他手下一个营长的闺女 他见过几次 听说经常跟着他父亲学武 小小年纪情拿手 已经学得很是厉害了 李清清的脸上也是挂了彩 一只眼睛周围亲子 还有半边脸肿了起来 虽然心疼堂堂的伤 但是对着孩子 莫仲萱说不出责怪的话 更何况两人还是在比试 莫仲萱抱起堂堂 温柔地哄道 爷爷带你去医务室看看 莫仲萱抱着堂堂准备走 路过几个属下时 对着他们说道 别愣着了 赶紧把那孩子 也送去医务室看看去 几个属下闻言 忙恭敬地回道 好的 莫仲萱 边上的一群小孩 听见这个称呼 除了路风 其余人都惊讶极了 刚刚那个人是莫仲萱 那不是特别厉害吗 原来林家堂的爷爷 这么厉害啊 几个小孩 瞬间对莫仲萱崇拜不已 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 听得最多的 就是那些将军们的故事了 最喜欢和崇拜的 也是将军 一群小孩 也跟着朝医务室去了 莫仲萱抱着堂堂 急匆匆地来到医务室 沉声喊道 医生在不在 有什么大事了 医生们都快速跑了过来 苏月跑得最快 他冲到莫仲萱面前 问道 莫仲萱 孩子怎么了 苏月虽然在问孩子 但是眼神却留在莫仲萱的脸上 丝毫没看堂堂一眼 莫仲萱焦急道 让刘医生来吧 话刚说完 刘医生的声音 就在后面响起 莫仲萱 怎么了 莫仲萱绕开苏月 看向部队里 艺术最好的医学博士刘医生 着急道 刘医生 你看我孙女这脸 会不会留什么难看的印子 或者是毁容 你快把帮他看看 刘医生第一时间 就看向了堂堂的脸 回道 没事的 您把孩子放那边病床上去 我给他看看 莫仲萱忙把堂堂放到了病床上 堂堂软软的安慰着他 爷爷 我这只是个小伤而已 您别担心 擦点药 过几天就好了 莫仲萱看着堂堂懂事的模样 更心疼了 这孩子 痛了 也不会哼一声 还反过来安慰他 这个当爷爷的 真是太懂事了 他倒是宁愿堂堂调皮韧性 活得随性一些 只要他开心就好 刘医生拿着药箱走过来 刚好听见堂堂的话 顿时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也充满了好感 莫仲萱 您看您孙女 可真懂事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受伤不哭 还能安慰大人 您可真是有福气 得了个这么聪明可爱的小孙女 刘医生一边说 一边开始给堂堂看脸上的伤 身旁的苏月也夸奖道 是啊 您孙女真可爱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呢 上次见的时候 还是一张漂亮的小脸蛋 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怎么弄的 苏月说完 半天也不见莫仲萱回话 莫仲萱此时满眼都是堂堂 根本就没有听见她的话 苏月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还好这时 后面的几个下属 也带着李清清来了医务室 苏月听见声音 看了一眼莫仲萱 收起脸上的尴尬的跑开了 苏月来到屏障外面 指挥着几人 将李清清抱到了另外一个隔间 才开始给她看伤 见李清清脸上的伤 与堂堂的相似 苏月有些意外 难道是两个孩子打架了 苏月心里疑惑 李清清的伤明显要重一些 可是那个小女孩 明明那么小 不可能打得过李清清的吧 苏月一边疑惑 一边给李清清处理伤 突然 大门口处跑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人穿着一身军装 女人一身休闲装扮 两人神色焦急地跑了进来 女人大声喊道 我家清清在哪里 莫仲萱的几个属下忙指了 指苏月那边的隔间 李大嫂 清清在那边 女人忙跑了进去 看见李清清脸上的伤 她忍不住惊叫一声啊 怎么回事 清清你的脸 还有你的眼睛怎么了 女人神色夸张 一脸怒气 这高分费的惊叫声 让医务室里的众人 忍不住皱眉 李大刚忙走了过去 小声道 希希 你小声点 吵到大家了 李清清委屈道 爸爸 你看我的脸 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我会不会毁容啊 李大刚看了一眼女儿的脸 见只是一些皮外伤 便放下心来 安慰道 没事的 清清 这个只是 看着有些严重 等过几天就消退了 不会毁容的 赵希希是李大刚 好不容易才娶来的老婆 因此 对她也是百依百顺 此时赵希希怒气冲冲的 朝着李大刚开口 大刚 你没看见 女儿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吗 你怎么还有心情站在这里 李大刚一愣 我不站在这里 我去哪里 赵希希恨铁不成钢的看向她 当然是赶紧去为女儿报仇了 李大刚皱眉 谢谢 你别着急 先问清楚再说吧 李大刚看向李清清 温和的问道 清清 你跟爸爸好好说说 为什么打架 李清清没看到堂堂也在这里 更没有看到那些小伙伴都在外面 当即就撒气晃来 爸爸 是一个小女孩 是她打的我 李大刚问道 那她为什么要打你啊 你惹她了吗 李清清有些心虚的摇了摇头 没有 我没有惹她 赵希希生气道 大刚 你现在听到了吧 赶紧去把那个小女孩揪过来 好好教训一顿 这时 边上的李玉小声道 爸爸 不是这样的 是姐姐与人鄙视 才受伤的 而且 对方也受伤了 李玉话刚说完 李清清就大声吼道 李小玉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你以后别叫我姐姐了 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第219章 李清清家长的怒气 李大刚闻言 蹲下身子看向李玉 小玉 跟爸爸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真的是别人欺负了姐姐 爸爸会帮她讨回公道的 李玉无视了李清清的射过来的眼神 把事情的经过 与李大刚完完全全的说了一遍 李大刚听完 开口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怪别人了 既然是鄙视 难免会受伤 没事 清清 这点伤过几天就好了 李清清闻言 不甘心的 看向自己妈妈 她本来就没指望过她爸爸 每次她与别人鄙视受伤 爸爸都不会帮她 只会说 既然是鄙视 那受伤就在所难免 怪不了别人 赵熙熙心疼女儿 生气道 李大刚 你不替女儿讨回公道 我自己去 李大刚拉住赵熙熙的手 放柔了声音道 熙熙 既然是鄙视 还有这么多人在场 那我们大人就不好参与 女儿受伤我也心疼 但是小孩子之间的鄙视 我们大人再插手进去就不好了 赵熙熙甩开了李大刚的手 哼了一声 没有理会她 跑到外面 问了刚刚送李清清来医务室的人 徐队长 你们刚刚看见 是谁把我家清清打成这样的吗 徐队长看着赵熙熙怒气冲冲的样子 指了指对面帘子隔着的病床 与清清比试的那个小女孩也受伤了 在里面呢 赵熙熙闻言 怒气冲冲的朝着帘子里面走去 李大刚追出来 看见赵熙熙的身影 忙跟了过去 徐队长见状也跟了过去 赵熙熙一掀开帘子 就看见了床上的堂堂 她气冲冲的跑了过去 指着堂堂的鼻子骂道 就是你这个小贱人伤了我家清清 赵熙熙满眼都是怒气 一进来就注意力 就放在了病床上的堂堂身上 根本就没注意到 病床边上坐着的莫仲轩 堂堂有些猛猛地看向赵熙熙 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骂自己 在看向自己的爷爷 爷爷 这个阿姨是在骂我吗 赵熙熙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这一看 赵熙熙便惊讶了 疑惑到 莫仲将您怎么在这里 还有这个小女孩 喊她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 李大刚与徐队长跑了进来 李大刚看见莫仲轩 也惊讶到 忠将 您怎么在这里 莫仲轩冷冷地看向赵熙熙 你刚刚叫我孙女什么 你再叫一遍 岂人惊愕 孙女 赵熙熙不可置信 这是您孙女 莫仲将看向李大刚 大刚 你刚刚听见你媳妇的话了吗 对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这样口出恶言 这是她身为一个君嫂 应该有的品德吗 赵熙熙刚刚的声音太大了 李大刚在后面也听见了 从来不会对赵熙熙冷脸的她 此时也有些生气道 熙熙 快向莫小姐道歉 赵熙熙看向莫仲轩 莫仲将 就算她是您的孙女 那她就可以打人了吗 我家轻轻的眼睛都要瞎了 眼睛那么脆弱的部位 怎么能随便打呢 还有那脸 都肿起来多高了 莫仲轩气笑了 我孙女的脸 你没看见吗 赵同志 我孙女四岁 你女儿八岁 谁欺负谁 赵熙熙愣住 这个女孩才四岁 堂堂躺在床上 赵熙熙一时 没看见她的身高 此时仔细一看 这就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长得也不高 看起来软软糯糯的 只能打她家轻轻 赵熙熙也有些不相信 对于自己女儿的功夫 她也是清楚的 李大刚忙拉过赵熙熙 对着莫仲轩道歉 中将 对不起 是我没交好孩子 竟让她以大欺小 回去我定好好罚她 莫仲轩知道李大刚的为人 与其好了一些 大刚 两个孩子比试 我家堂堂还怕我不知情 找别人的麻烦 特地跟我明了情况 她与那个姐姐是在比武 受点伤很正常 我心疼得要死 她却是一副没事人的模样 还反过来安慰我 这孩子之间的事情 我本夜也不打算插手 但是你这夫人 一进门就骂了 我家堂堂 这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李大刚有些为难 但是也知道 是自己媳妇做的不对 当即开口道 熙熙 快跟莫小姐道歉 赵熙熙心里不甘 要是李大刚职位高一些 她何必道这个歉 还不是自己男人没本事 赵熙熙心里这么想着 看向李大刚的眼神 越发的嫌弃 沉默了半晌 赵熙熙还是想堂堂道歉了 第220章 背后的莫仲轩 见赵熙熙道歉 莫仲轩也没有再说什么 李大刚与莫仲轩打了招呼 就带着赵熙熙走了 李清清看着黑着脸回来的妈妈 小心地问道 妈妈 怎么样 你有没有帮我讨回公道 李大刚皱没看向女儿 清清 你与莫小姐是正常比试 还是你先提起的 人家比你小了一半 才四岁 你这么大一个人 也好意思跟人家比试 李清清不满道 那我也是为了帮弟弟 李清清看向赵熙熙 委屈道 妈妈 你看爸爸 每次都只会怪我 你管管他 赵熙熙语气有些阴阳怪气道 我可管不了 你知道跟你打架的小女孩是谁吗 李清清疑惑 他说他叫林家唐 怎么了 妈妈 有什么问题吗 赵熙熙白了眼李大刚 那是莫仲将的孙女 莫仲将你知道的 你爸上司的上司 部队里除了陆上将外 权力最大 官职最高的人 我哪里惹得起 李清清有些惊讶 这个林家唐 居然还有这么显和的家世 李大刚看着媳妇这个眼神 有些心寒 好像无论他 怎么对他好 赵熙熙永远都是这样 心里看不起他 始终觉得他不好 李大刚没有再说话 见李清清的脸上 已经上了药 为了医生注意事项 便带着两个孩子回去了 而此时 对面的病床上 堂堂正跟莫衡与林烟视频 莫衡看着女儿脸上的伤 心疼死了 脸色一直阴沉不已 剩下的婚纱照 也没心思拍了 收拾起行李 两人准备立刻回京都 挂断电话 莫仲萱看着 堂堂肿起来的脸蛋 一时也有些 不知该怎么跟家里人解释 因为堂堂受伤 莫仲萱便请了半天假 带着堂堂回去了 回到莫家 只有老爷子一个人在 莫仲萱喊道 爸 我回来了 莫老爷子正在看书 听见声音 抬起头看去 见识莫仲萱 老爷子笑呵呵道 不是说带堂堂去部队玩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莫仲萱错开身体 把堂堂的小脸 露在了老爷子面前 堂堂受了伤 我就请假了 老爷子一惊 眼镜都差点掉落 忙用手扶了扶 朝堂堂招手堂堂 快过来曾祖父看看 这是怎么了 这是 老爷子紧张地看了看堂堂的脸 怒气冲冲地看向莫仲萱 大声吼道 莫仲萱 这是怎么回事 堂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老爷子看着堂堂肿起来的脸蛋 上面还轻轻滋滋的 心疼得不得了 看向莫仲萱的眼神 恨不得吃了他 莫仲萱多少年没被老爷子吼过了 这突然被吼 还有些猛 不过也不敢反驳 爸 没事的 医生说了 只是一点皮外伤 过几天就好了 莫仲萱怕老爷子着急 赶紧安慰道 结果老爷子更凶了 没事 你管这叫没事 你眼睛是瞎了吗 堂堂这脸都肿起来多高了 你到底有没有心 莫仲萱无奈 他自己也心疼着呢 却还要被老爷子这么吼 堂堂见爷爷被吼 忙开口道 曾祖父 你不要怪爷爷 是我自己要跟人鄙视的 这点小伤 过几天就好了 您别担心 老爷子看着这么贴心可爱的堂堂 又看见他脸上的伤 忙抱着哄道 好好好 不怪你爷爷了 好好跟曾祖父说说 这是怎么弄的 祖孙两人说了话话 老爷子不放心 还喊来了家庭医生 给堂堂里里歪歪的检查了一番 最后医生说没事 老爷子也还是心疼 一天凶了 莫仲萱还几次 堂堂受伤的事情 在莫家林家和沈家 都引起了一阵轰动 莫仲萱表示 压力太大了 谁见了堂堂 都要问一句 是谁带他出去的 当大家知道 堂堂是跟他一起受伤的 看他那眼神 都恨不得吃了他 这几天 莫仲萱被自己老爹和老婆 数落了无数次了 莫衡与林烟 也在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林烟给堂堂检查了一下 又拿了自己的药膏给他擦 没几天 脸上就不再肿了 很快 陆载川与黎心若的婚礼就到了 这天 莫衡一家四口盛装打扮 去往陆家参加婚礼 婚礼就在陆家的别墅举行 场地很大 陆家的宴会厅 足够容纳上百人 林烟一家人到来的时候 陆家已经很热闹了 莫衡带着两个孩子 去了后院的草坪上玩 林烟则是去了黎心若的房间 今天的黎心若格外的美 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美 美的温婉柔和 毫无攻击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林烟看着这样的黎心若 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 她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林烟走了过去 心若姐 黎心若见林烟来了 脸上的笑容更加的开心了 阿燕快过来 等你好久了 林烟笑着走了过去 心若姐 你今天真美 黎心若闻言 有些害羞的无嘴轻笑 阿燕就会取笑我 陆依依喊道 林姐姐 林烟点头 依依也在呢 陆依依点头 嗯 我哥不放心 让我看好我嫂子 林烟笑笑 陆大哥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夫婿 心若姐有福了 黎心若轻笑 阿燕 别说你陆大哥了 我今天一直担心我的身体 我怕劳累了 会伤到孩子 阿燕你快帮我看看 林烟点头 给黎心若把了把脉 确定没有问题 才放下心来 没事的 心若姐 但是你要注意 别被裙子这些绊倒了 只要你安安稳稳的走路 不磕着碰着 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黎心若看向林烟 阿燕 我有点紧张 林烟笑笑 怎么会 你紧张什么 婚礼 还是孩子 黎心若摇头 我不知道 就是莫名的紧张 害怕会出什么问题 林烟想到黎心然 问到 黎心然的事情 你们处理好了吗 黎心若点头 嗯 证据确凿 她被判了八年 林烟 那你那个后妈没说什么吗 没有在作妖了 黎心若摇头 没有 我出院以后 就没有再见过她了 她进不来陆家 第221章 黎心若的婚礼 林烟 那你父亲和黎夫人 今天会来吗 黎心若点头 来了的 我听川哥说 我爸还有周云都来了的 毕竟我上场的时候 还要晚着 我爸上台 他要是不在 估计不太好 到时候 圈子里定然会议论我的 林烟想到 上次见到黎夫人的场景 有些担心 他今天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 心若姐 黎夫人如果记恨你的话 我怕他今天会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 黎心若点头 这个周云的心就是黑的 现在黎心若又被我送进了监狱 他心里定是恨死我了 要是有机会 他恨不得我死 林烟 所以 今天你要多注意一下他 等一下你跟陆大哥说一下 派人盯着他 以防万一 黎心若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很快 婚礼时间就要到了 陆夫人进来告诉黎心若准备好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林烟与陆夫人打了招呼 便先出去了 出来后 林烟一路注意着周围的环境与人 见都没什么异样 才放下心来 婚礼的是在陆家的花园里举行的 整个院子里都是陆在穿给黎心若准备的粉色玫瑰花 满满一院子的花 清新自然的花香扑面而来 如梦如幻的场景 让林烟心情也跟着变得轻松 他转了一圈 才找到正陪着孩子在角落玩耍的默衡 阿衡 婚礼马上开始了 我们入座吧 默衡点头 乐乐 堂堂 走了 我去看你陆大伯和黎衣的婚礼了 两个孩子起身牵上爸爸妈妈的手 一家四口朝着婚礼场地走去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准备开始观赏婚礼 林烟他们的位置是在第二排 第一排都是双方的亲人 林烟看着前面一排的黎父与黎夫人 准备时刻注意着黎夫人 莫衡看向林烟 阿烟 你看陆大哥的婚礼怎么样 林烟回应 挺好的 莫衡牵过他的手 我们的婚礼肯定比这个更好看 更漂亮 林烟失笑 你要跟人家比吗 莫衡摇头 我没有 就是参考一下陆大哥他们的婚礼 两个孩子看着爸爸妈妈说悄悄话 相视一眼 堂堂小声地说道 哥哥 结婚真好玩 我以后长大了 也要结婚 乐乐服 堂堂 不能随便说要结婚的 堂堂小脸疑惑 为什么啊 乐乐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解释 明明都是一个妈生的 怎么他那么聪明 妹妹却这么笨呢 会不会是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把营养都吸收了 才导致妹妹变傻的 想到这里 乐乐有些愧疚 温柔地对着堂堂说道 你问爸爸 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小孩呢 堂堂撇撇嘴 那你还说这些 乐乐摸了摸他的头 笑道 你要是结婚的话 就会离开爸爸妈妈还有我 还有爷爷奶奶 太爷爷曾祖父 你舍得吗 等你嫁去别人家 他们说不定还会虐待你 不给你饭吃 天天让你干活 又不会给你买漂亮的裙子 堂堂听完 有些不相信 不可能 哥哥你骗我 既然结婚会这么难过 那为什么离姨结婚会这么开心 乐乐一叶 呃 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是我没骗你 结婚就是要离开爸爸妈妈 还有我 不信 你问爸爸妈妈 堂堂半信半疑 算了 那我不要结婚了 哥哥 我要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结婚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 乐乐满意的点头 嗯 记住了 不可以离开爸爸妈妈和哥哥 知道吗 堂堂重重的点头 嗯 两个小家伙的对话 林烟和莫衡都听到了 莫衡给了乐乐一个赞赏的眼神 然后悄悄对林烟说道 阿烟 你看乐乐这个哥哥 当的可真称职 不错 林烟无奈的笑笑 你这个人真是 莫衡调笑道 真是什么 林烟无奈 真是可爱 莫衡得意道 谢谢老婆的夸奖 林烟轻轻捶了他一下 大庭之下 你乱喊什么 小声点 莫衡刚要说话 林烟忙捂着他的嘴 嘘 你看婚礼开始了 我们安静地观看 莫衡拿下捂在自己嘴上的小手 握在手里 没有再说话 随着音乐的响起 黎新若挽着黎夫的手 缓缓地从外面走来 这唯美的一幕 让众人安静下来 静静地看着新娘的到来 陆在川站在四衣旁边 紧张地看着黎新若 朝着自己走来 他心里的情绪激动翻滚 面上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看着黎新若离自己越来越近 露在川脸上的笑意 也越来越明显 而他们不知道 此时台下的周云 看着黎新若的眼神 就差恨不得吃了他 周云看着黎新若越走越近 心里也越来越疯狂 内心喊道 近了 近了 马上我就可以杀死这个贱人了 周云的手 悄悄地伸进了自己的包里 握着那柄 他特意准备好的利刃 削铁如泥 保证可以轻轻松松地 刺进黎新若的肚子里去 想着 周云心里激动 面上却保持得很好 笑意盈盈地看向黎新若 不知情地 还以为他有多喜欢黎新若呢 周云看着黎新若 离自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但是他知道 现在冲上去 他可能还没有碰到黎新若 就被陆家的保镖制止了 那样 他不仅没有伤到黎新若 还会葬送自己 所以 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 周云的内心 一遍遍地对自己说道 林烟一直在背后盯着黎夫人 见他没有任何动作 才放下心来 黎夫今天心情很复杂 把黎新若的手 交到了陆在川的手里 他又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才退后 把时间留给两个新人 黎夫看了一眼台下的黎夫人 见他微笑着看向台上 并没有任何不合适的情绪 黎夫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两个女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 现在却是一个在监狱受苦 一个在这里重心捧月地 接受着众人的祝福 如此鲜明的对比 黎夫想想 便觉得有些心酸 台上 司仪已经开始了婚礼流程 两个新人互相宣布誓言 交换戒指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直到婚礼流程结束 看着婚礼完美结束 林妍也放下心来 不再盯着黎夫人 第222章 黎夫人发疯 婚礼宣言结束 陆在川便准备带黎新若回房 却突然听见黎夫人的喊声 新若 你等等 黎新若脚步一顿 停下来看了一眼陆在川 陆在川安抚地摸了摸他的手 没事 有我在呢 这时 后面的周云 快速走到了两人眼前 周云脸上扬着笑意 小川 新若 恭喜你们 祝你们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伸手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黎新若再不喜欢他 也得微笑着回应 谢谢 周云笑眯眯地走近两人 新若 我今天不只是要来祝福你们 还有一件事 我很想跟你道歉 黎新若 什么事 周云看着陆在川 一直注意着自己 开口道 新若 我们可以去那边说吗 黎新若与陆在川对视一眼 不知道周云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就在这一瞬间 周云迅速拿出包里 早已准备好的利刃 朝着黎新若刺去 这突然的变故 让众人始料未及 看到这个场景的人 都被吓到了 有几个女人 忍不住惊叫起来 陆在川虽然在看黎新若 但是也时刻注意着黎夫人 就是怕他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 当周云的这一刀刺出以后 就被陆在川及时挡住了 周云看着被陆在川 徒手握住的刀 惊了一瞬 随即反应过来 想要抽出刀 继续去刺黎新若 却被赶来的林烟 一脚踢飞 倒在了不远处的地上 惨叫声响起 周云不甘心地 看着完好无损的黎新若 恨恨地想要再爬起来 却被突然跑出来的 保镖们围住 黎新若看着陆在川 被刺的血肉模糊的手 心疼的眼泪不停地掉 陆在川的手 在不断地流血 黎新若忙看向林烟 阿烟 你快给川哥看看 他流了好多血 被陆家的保镖控制起来了 才放下心来 赶紧给陆在川止血 林烟怕黎新若的情绪激动 忙安慰道 新若姐 没事的 先马上就止住了 你别担心 注意肚子里的孩子 匆忙赶来的陆夫陆母 脸上满是凝重 陆母把黎新若带回了房间 陆在川的手 也被林烟上了止血药 没有再流血了 夫妻两人被带回了房间 外面的事情 则是交给陆夫在处理 今天的这场婚宴 可不能被破坏 无论如何 被控制了起来 就他今天的行为 可以进去与黎新若作伴了 母女两人可以团聚了 为了婚宴继续进行 陆夫只能先把周云控制起来 明天自己再亲自送去警察局 安抚好外面的宾客 陆夫才有空去看陆在川的伤 有林烟在 陆在川的这点小伤 确实不足挂齿 陆家人又再次见识了 林烟高超的医术 对林烟三番两次的 说着感谢的话 热情的不得了 此时外面大厅里 黎夫一个人坐在角落瑟瑟发抖 生怕陆家人来找他 他虽然知道周云心里不舒服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刺杀弱辱 这陆家定不会放过他的 而此时众兵客们心里也是唏嘘 纷纷低声讨论着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但有一点 女孩子们都特别羡慕黎新若 得了这么一个优秀 又爱她的老公 黎新若简直是上辈子 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会这么好运 贵妇们则是对黎夫人不耻 连谈论她都觉得 有失自己的身份 毕竟这黎夫人 本来就不是原配夫人 在圈子里 众人多少都有些看不起她的 更何况现在 她还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一看周云这个样子 想必这黎新若 以前肯定被她虐待了不少 想到这里 众人也不再那么羡慕黎新若了 这豪门世家 有几个是和睦的 大多都是表面上和睦 实际上 那里不知多狠对方 众人的议论 黎新若没有听到 她此时正担心的 守在陆宰川身边 林烟给陆宰川 处理了伤口以后 便退了出去 把时间都留给了夫妻两人 乐乐见妈妈出来 担心地问道 妈妈 陆叔叔没事吧 林烟点头 没事了 陆新尘看向林烟 开口道 谢谢林姨 林烟摸了摸她的脑袋 不客气 阿晨别担心 你爸爸没事 妈妈也很好 他们两个现在应该在说话 你等一下可以进去看看 你爸爸 陆新尘点头 嗯 见没什么事了 林烟与莫衡便准备回去了 陆父陆母热情地挽留 几人客气了一番 林烟与莫衡便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 而陆家也忙得很 打算改天再好好谢谢林烟 这都帮了他们陆家好几次了 第223章 田思远来林家 一大早 林烟沉练回来 便看见老爷子严肃地坐在客厅里 表情好似有些困惑 林烟疑惑地走了过去 爷爷 怎么了 看你好像不开心啊 老爷子叹息了一声 你姑姑等一下 要带男朋友回来了 不知为何 我这心里一直有些上上下下的 有些不安 林烟惊讶 姑姑要带男朋友回来了 老爷子点头 嗯 林烟坐到了沙发上 表情凝重 姑姑要带回来的 难道是田素素的父亲 还是别人 林烟安慰道 爷爷 您先别想太多了 等下姑姑回来了 我们看看 那个男人怎么样 要是个可靠的 那姑姑以后有人陪伴也好 老爷子点头 我也是 希望他能找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良人 这样百年之后 我也不会有遗憾了 林烟笑道 好了 爷爷 您别想这些了 赶紧去后院弄您的那些花去 您今天都还没给花浇水呢 老爷子闻言 起身说道 是 差点忘了我的花了 林烟看着老爷子去了后院 才起身上楼 关于田素素的父亲 林烟其实也不了解 他给林继承打了个电话 哥 你在哪里呢 林继承此时正陪楚遥 在医院做第一次产检 听到姑姑要带男朋友回来 林继承也惊讶 我没听姑姑说过 阿烟你知道姑姑的男朋友吗 林烟知道一些 但是也不了解 林继承 没事 既然姑姑说了 要带人回来 想必等一下就会回来了 到时候再看吧 林烟那你们要回来了吗 林继承 还有一会儿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林烟 嗯 那我挂了 很快 午饭时间到了 厨房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午餐 林青带也带着田思远来到了林家 田思远今天打扮得很是斯文 老爷子对他的外貌很是满意 只是不知为何 他觉得田思远有些面熟 但是很快 老爷子的思绪便被林青带打断 爸 这是阿远给您准备的一些礼物 老爷子让管家接过礼物 笑道 来就来 不用这么客气 下次不许再破费了 见老爷子对田思远并没有任何不满 林青带着心里有些疑惑 又有些不知名的情绪 老爷子听着女儿对田思远的称呼 想到以前那个周远 心里有些犯嘀咕 怎么感觉女儿像是在喊以前那个周远一样 这感觉真是奇怪 田思远感觉到老爷子的视线一直在他身上 有些紧张 林叔叔 您快坐 老爷子点头 一行人坐到了餐桌上 田思远看着这丰盛的午餐 心里满是开心 觉得老爷子很满意自己 林爷与林继承相识一眼 各自坐下 看着田思远花言巧语地哄着老爷子 两人都有些无奈 都感觉这个田思远有些不靠谱 太会说话了 老爷子虽然是在听着田思远讲话 但其实一直注意力都在田思远的脸上 但是老爷子总是想不起来 田思远到底像谁 毕竟那个周远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老爷子早就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老爷子招呼着田思远吃饭 不经意地问道 小远 我总觉得你有些面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田思远闻言盲笑道 林叔叔 可能是我们有缘 注定会是一家人 所以您才觉得我面熟 我们应该没见过 要是见过 我肯定记得您 老爷子不识礼貌地笑笑 也是 来 赶紧吃菜 林青代见老爷子 居然没有认出田思远长得像周远来 他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好像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他一个人记得周远了 林烟看出了林青代的异样 有些疑惑 姑姑看起来不太开心呢 林继承注意力一直在楚遥身上 照顾着他吃饭 偶尔才会注意到林青代 因此 并没有发现林青代一样的眼神 林烟看向田思远 笑着问道 田先生 田小姐还好吗 田思远一愣 看着光鲜亮丽的林烟 在想到家里那个整天浑浑噩噩噩的女儿 心里一时有些难受 虽然告诉自己 这不怪林烟 但是田思远心里还是忍不住 有些埋怨林烟 因此 对林烟说话的语气 也不似对老爷子那么好 田思远淡淡地回应道 托林小姐的福 苏苏现在每天以泪洗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说不上好还是不好 田思远这话一出 桌子上的几人顿时有些惊讶 老爷子听他对林烟说话的这语气 顿时有些不开心 田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阿烟也只是好心问候一下你的女儿 你却对他这副态度 不知道还以为我家阿烟得罪你了呢 林继承也开口道 田先生的意思是说 你的女儿现在过得不好 都是这事我家阿烟造成的 是吗 田思远见老爷子与林继承突然这么对他 顿时有些后悔自己没远住情绪 盲解释道 不是这样 小女以前与林小姐也认识 两人之间有些误会 这才 田思远一时想不到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来解释 他看向林青带 希望他可以帮帮自己 但是林青带却没有理会 只低头吃着自己的菜 田思远有些猛 怎么今天林青带对他的态度这么冷漠 也不管他 田思远悄悄地用手碰了碰林青带 林青带这才抬起头来 爸 阿辰 阿远他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等下菜凉了 就不好吃了 老爷子有些不开心 但是也没太表现出来 对田思远也没有刚刚那么欢迎了 田思远与他说话 他也是不嫌不淡地回应着 田思远觉得 这样压抑的气氛 有些太难熬了 明明一开始还是好的 现在却变这样了 田思远有些后悔 提了田酥酥 同时也觉得 林家人也有点太小气了 他其实也没说什么 林家一家人就这样对他了 一顿饭 在田思远忐忑的心情下吃完 吃完饭后 田思远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告辞 老爷子也没挽留 看在林清代的面子上 笑着与他客气了几句 便让管家送他离开了 林清代追了出去 跟管家说自己送田思远回去 老爷子看着林清代跑出去的身影 又是一声叹息 林清代开着车 送田思远去酒店 看着不是回家的路 田思远疑惑 清代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林清代有些沉默 他看向田思远的侧脸 像极了他记忆中的周远 想到今天家里人对田思远的态度 林清代知道 可能老爷子会劝他分手 林清代心里有了决定 对着田思远开口道 阿远 我觉得 可能我们不合适 所以 我们分手吧 林清代在说出这句话后 内心忽然轻松了不守 他现在才知道 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田思远 他只是忘不了周远 忘不了那段曾经的恋情 田思远在听见林清代的话后一愣 眼底满是不可置信 清代 你刚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林清代淡淡道 我们分手吧 林清代的语气极其认真 他看向田思远的眼神 也没了以前的那种喜爱 眼里只剩淡漠 田思远看着他的眼睛 仍然不敢相信 这些年 林清代对他太好了 好到他习以为常 觉得理所当然 他从来没有想过 林清代会跟他分手 这太匪夷所思了 田思远一时沉默下来 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清代安静地开着车 车里气氛 一时有些过于安静 第224章 分手 过了半晌 田思远才认真地看向他 为什么 总得有个理由吧 其实林清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好像 不想再这样了 不想再守着过去的人过日子了 见林清代半天没有回话 田思远忍不住了 清代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你告诉我 我可以改的 田思远的不依不饶 让林清代有些烦躁 只是分个手而已 为什么要那么多理由呢 阿远 我们之间不合适 林清代还是这句话 这让田思远觉得很是奇怪 清代 以前你也没说过 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合适了 是因为你爸妈 田思远想到 今天老爷子的态度 猜测到 林清代 不是 跟别人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且 我跟你在一起 也只是因为你这张脸 林清代烦躁的 直接一下子就说出了真相 脱口而出的话 也让林清代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田思远 见他表情愣住 眼底有着茫然 什么意思 田思远有些猛 我的脸怎么了 田思远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林清代的眼神里的 有着田思远看不懂的情绪 好似怀念 又好似释怀 复杂纷乱 让难以捉摸 田思远不由的心里一跳 想到刚在一起的时候 林清代总会盯着他的脸看着了迷 他那时以为是自己太帅了 让林清代为他着迷 现在想来 好像有哪里不对 林清代看他的眼神 好似很熟人 你长得跟我前男友很像 林清代的声音突然响起 田思远从过往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听见这话 不由的愣住 所以 他就是一个替身 田思远的眼底满是不可置信 他摇着头 不 清代 我就是我 怎么可能长得像别人呢 林清代虽然有些不忍 但还是继续开口道 他叫周远 二十多年前就死了 是我的初恋 周远 田思远呢喃着这个名字 连名字里也同样有个远字 所以你叫我阿远的时候 其实是在叫他 田思远愤怒地质问着他 田思远此时的表情 既愤怒又期待 愤怒的是 林清代这样对他 期待的是林清代可以否认 可结果让他失望了 林清代沉默着 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但是田思远知道 是的 他从都当他是替身 阿远 可笑我当时还觉得这个称呼亲近 原来你这么多年 对着我喊的 其实是别人 多么可笑 他还是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替身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是个男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林清代感觉到田思远的情绪有些激动 叹息了一声 开口道 阿远 对不起 我很抱歉 这声道歉 更是让田思远难受 对不起 你居然跟我道歉 说对不起 我要的是你的道歉吗 林清代 我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 我对你这么好 摆一摆顺 结果呢 我居然是个替身 替身 这太可笑了 真的是太可笑了 田思远激动地自嘲着 他看着林清代那毫无表情的脸 心底的火焰不断地燃烧起来 他这么激动 他却那么平静 这巨大的差距 让田思远心里极度的不平衡 只有不在意的人才会这么平静 林清代好似真的一点也不在意他 曾经的那些甜言蜜语 耳并思摩都是假的 他对着自己的时候 只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 而不是他田思远 田思远越想越愤怒 清代 你告诉我 你爱过我吗 田思远的声音压抑着 很明显 他此刻极度需要林清代的肯定 林清代依然表情淡淡的 没有说话 他看着田思远此时的样子 知道要是说出了那句没爱过 他可能会发疯 可要是昧着良心说爱过 他也说不出口 因为他这些年 确实没有把他当成田思远爱过 他只把他当成周远 所说的那些话 也是对周远说的 不是对田思远说的 所以 林清代只有沉默 而他这样的态度 让田思远更加的愤怒 他忍不住大声喊道 停车 你停车 给我说清楚 林清代无奈道 阿远 这条路不能停车 你有什么话 我们到酒店去说 好吗 田思远摇头 为什么你能这么平静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在意我 所以才能这么平静 对吗 林清代见与他说不通 便也不再说话 加快了车速 想要快点到达酒店 而他的这副模样 更加的惹怒了田思远 他开始失去理智 摇晃着林清代的手 清代 你说句话好吗 能不能不要这么平静 好似这场感情 只有我一个人在意 好像我就是一个小丑一样可笑 林清代开口道 阿远 我在开车 你这样动我 我们都会很危险的 不想这句话 不仅没有让田思远冷静下来 反而让他更愤怒 他见林清代不肯停车 便开始强硬的去抢林清代的方向盘 此时 他们是在市区道路上 车辆本来就多 因为田思远的行为 导致车子开始东倒西歪的到处乱窜 林清代大声吼道 田思远 你冷静一点 别抢了 再抢我们都要死了 田思远却一点也不害怕 死就死 我那么爱你 你却把我当个替身 我这么多年就是个笑话 我就是个笑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林清代眼睁睁看着车子 失控地撞上前面的大货车 他瞳孔不断地扩大 眼里满是惊恐 他喉咙里甚至发不出一丝的声音 碰的一大声 两车相撞 林清代在一阵剧烈的疼痛后 便开始失去意识 最后的那一瞬间 林清代意识涣散 他好似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车祸 看到了他抱着才几个月大的林烟 冷漠地走出了车祸现场 没有回头看一眼昏迷在火海中的大哥的大嫂 第225章 意外车祸 同一时间林家 老爷子坐在客厅里 突然手中的杯子无故破裂 滚烫的热水洒在老爷子的手上 他忍住闷哼一声 看着红肿的手背和地上破裂的杯子碎片 老爷子突然觉得有些心慌 林烟刚下楼 就看见老爷子愣愣地坐在沙发上 脚边全是玻璃碎片 林烟一惊 忙跑了过去 爷爷 您这是怎么了 打碎杯子了吗 林烟看着老爷子手背上的红肿 忙跑去接了一盆冷水 给他冰一下 又找出了烫伤的药膏给他擦上 老爷子看着林烟忙前忙后的样子 开口道 阿烟 我觉得心里特别慌 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我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林烟给老爷子擦完药膏 点头 爷爷 我给你把把脉 林烟的手 刚放在老爷子的手腕上 就听见老爷子的手机铃声响起 老爷子忙拿出手机 见识林清代的电话 按下接通键道 喂 清代 你回来了没有 手机那边响起一个陌生的女生 你好 是林清代的父亲吗 老爷子一愣 听到这陌生的声音 那种心慌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是 我是 那边很快回到 林清代女士出了车祸 现正在我们医院抢救 你们赶紧过来一下 老爷子下意识地问道 你说清代出了车祸 那边回道 是的 林先生 我们这边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与你细说 你们家属还是赶紧过来一趟吧 病人伤得很严重 第一人民医院 护士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老爷子手里的手机 不自觉地滑落下来 他慌忙站起身 却又颤颤巍巍地摔回了沙发上 林烟也听见了手机里的话 他忙扶着老爷子 爷爷 您别急 哎 我扶着您 我马上去开车 我们去医院 老爷子着急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快快 阿燕 我们快去医院 林烟开着车 很快便来到了医院 他扶着老爷子 两人快步朝着医院内走去 此时 林青代与田思远还在抢救中 两人来到手术外面 看着亮着红灯的抢救中三个字 老爷子神色不安地走来走去 脸上满是焦急与煎熬之色 很快 林继承与楚遥也来到了医院 林继承是在公司 接到林烟的电话才来的 他今天带着楚遥一起去了公司 他着急地开口 阿燕 怎么回事 姑姑怎么会出车祸 林烟摇头 不知道 姑姑送田先生回去 结果没多久 我们就接到了护士的电话 说是姑姑 再抢就是抢救 我们也才当当的 几人在走廊外安静地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术门打开 医生脸色凝重地走了出来 林烟忙扶着老爷子走了过去 医生 我姑姑怎么样了 老爷子也忙问道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医生看着老人担心的神情 不忍地开口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病人时间不多了 家属们可以进去与他说说话 这话一出 老爷子瞬间倒了下去 林烟忙扶着老爷子 爷爷 您别担心 我们进去看看 我可以救姑姑 您别激动好不好 老爷子闻言 想到林烟的医术 瞬间恢复了一点精神 林烟扶着老爷子进去 林继承看向楚遥 瑶瑶 你还怀着孕呢 你先别进去了 在外面等我 楚遥点头 知道这时候自己进去也没什么用 就不去添乱了 林烟扶着老爷子来到了手术室 医生护士们看到家属来了 说了生疾爱 就出去了 林烟忙来到林青代的床前 林青代此时已经清醒了过来 林烟担心地开口 姑姑 你怎么样 别担心 我给你看看 时间紧急 林烟不敢耽搁 开始用灵力给林青代探查身体 顺便输送一些灵力 给他维持一下身体 林青代看着老爷子 笑道 爸 你来了 老爷子此时眼里满是雾气 他粗糙的大手 轻轻地摸上林青代的脸 他的脸上满是血污 脸色白的的吓人 老爷子的眼泪忍不住掉落下来 青代 别怕 阿烟会救你的 林青代感受到身体里传来的力量 费力地转头 看向林烟 微微笑道 阿烟 别救我了 我不配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你们坦白 林烟开口打断道 姑姑 不管是什么事 我们都以后再说吧 不管林青代 是不是当初那个弄丢他的人 看在老爷子的面上 林烟都不可能不救他 林青代看着林烟冷静的脸 自顾自地开口道 阿烟 你是不是猜到了 二十多年前 是我把你丢了的 林青代的气息若有若无 仿佛很快便厌气 而他的话 却让老爷子震惊极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看着林青代 颤抖道 青代 你刚刚说什么 林烟没有想到 林青代这时候会说出这件事 后面进来的林继承 也听见了林青代的话 这突然的消息 让林老爷子与林继承 都接受不了 林继承不可置信地跑了过去 姑姑 你说什么 阿烟是你丢的 林青代看着林继承 眼里满是愧疚 阿成 阿烟 爸 对不起 是我 是我从车祸现场抱走了阿烟 把他丢在了孤儿院门口 林烟拿出了一颗保命的丹药 塞进了林青代嘴里 姑姑 把这颗药吞下去 林青代看向林烟 阿烟 别救我了 我其实也不想活了 林烟面无表情 姑姑 你死了 爷爷会伤心的 林青代真知道林烟的意思 但是他还是没有吞下药丸 他把药丸吐了出来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 老爷子看着他 一脸求死的模样 恨铁不成钢道 秦代啊 秦代 你到底是怎么了 老爷子 此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感觉 老天好像是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他从小流落在外的孙女 居然是他的女儿故意丢掉的 这让他怎么承受得住 老爷子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他的声音满是疲惫 秦代 你为什么要丢了阿烟 告诉我 为什么 第226章 林青代之死 林青代缓缓开口道 因为阿远说 是大哥害死了他 他让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那个时候 他拉着我的手 眼睛大大的瞪着我 说我要是不答应他 他死也不会瞑目 他苦苦地哀求着我 我没办法 只有我答应了他 老爷子一惊 眼底不可置信道 那你哥也是你 老爷子想到这个可能 身子一颤 差点摔倒在地 还是林烟及时扶住了他 林青代知道老爷子的意思 费力地摇着头 不是 爸 不是我 大哥他们的死 与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抱走了阿烟 林烟看着林青代 心情复杂 如果林青代没有丢掉原主 那原主就会拥有一个 幸福完美地人生 而不是过得这么苦 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林烟不是原主 他说不出原谅的话 眼看着林青代的生命 就要流失殆尽 林烟催促着他 赶紧吃下丹药 但是林青代仍然固执地不吃 他感觉到了 很快 他便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说出了藏在心里 二十多年秘密以后 林青代已经无法面对家人了 不只是丢掉林烟这件事 还有他当初没有选择 救大哥大嫂这件事 这些年一直折磨着他 他一边告诉自己 他没做错 一边又后悔 自责 虽然就算是他那个时候 即使打了120 他大哥大嫂也活不下来 但是 那时候 他就像是魔症了一样 冷漠至极 这些年 林青代其实一直都过得不好 他想着 该去找大哥大嫂赔罪了 林青代继续费力地说道 爸 对不起 我错了 您别因为我伤心 您要好好的 阿烟和阿诚 都是孝顺的好孩子 他们会照顾好您的 阿诚马上就要结婚了 可惜 我看不到他的孩子出生了 阿烟也很快就要结婚了 你们都有了各自的幸福 我没什么放不下得了 我想去找我哥和嫂子赎罪去了 爸 别有伤心 要好好的 林青代说完 看着面前的三个亲人 缓缓地笑了笑 然后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老爷子看着林青代 缓缓闭上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喊道 青代 青代 你醒醒 你不能走 老爷子趴在病床上 看着没了气息的林青代 气不成声 老人家的哭声悲伤至极 林继承眼眶通红 又气又伤心 姑姑 林烟看着林青代没了呼吸 一时心里复杂极了 明明早上还在一个 饭桌上吃饭的人 现在却与他们天人永隔了 林青代所做的事 林烟无法理解 也不想理解 他只是心疼老爷子与林继承 他们两个人的心理 才是最难受的 林烟走过去扶着老爷子 爷爷 注意您的身体 姑姑他 老爷子看向林烟 苍老的脸上 满是悲痛欲绝 阿烟 你姑姑他 他居然就是那个 把你丢掉的人 他怎么能这样 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林烟心疼道 爷爷 没事的 我现在好好的呢 老爷子难受到 他早不说 晚不说 偏偏在这最后一刻才说 他为什么这么狠心 做错了事 却就这样一走了之了 那我们活着的人怎么办 林继承怎么也没有想到 也想不通 林青带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着老爷子 此时难受的模样 他也只能先把疑惑 放在心里 阿烟 你先带爷爷回去吧 我先找警察了解一下 今天的事情 等我处理好了 我再回去 林烟点头 嗯 对了 田思远是跟姑姑一个车的 你看看他怎么样了 好端端的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车祸 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林继承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你嫂子也在外面 你们一起回去吧 老爷子开口 我不想回去 阿烟 你去送你嫂子回去吧 他怀着孕 留在这里不好 我还有些话跟你姑姑说 林烟有些担心 爷爷 那我陪着你 老爷子摆摆手 不用了 放心吧 知道你担心爷爷 爷爷没事 别担心 我就是 还想再看看你姑姑 老爷子说着 眼泪忍不住掉落下来 声音哽咽道 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老爷子说完这句话 哭得更厉害了 林继承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看着病床上的林青带 他好似睡着了一般 眼角还含着泪 嘴角却却是微微上翘着 他是开心的 是啊 林青带是开心的 他觉得自己终于 可以不再自责后悔了 不用再彻夜难眠了 不用再被这件事情折磨了 他解脱了 他要去找歌嫂赎罪了 他可以不用再面对林烟了 不用面对父亲和侄子 失望的眼神了 他没有勇气面对 所以 他选择用生命来逃避 他可真是个懦弱的人 可是活着的人 才是最难受的 林青带对于林继承来说 就跟自己母亲一样 他陪伴照顾了林继承整个童年 可是现在 林青带却一下子变成了他的仇人 是的 仇人 林继承这些年 一直在找这个丢掉他妹妹的仇人 可是现在 这个仇人却变成了林青带 他最亲的人亲人 这让林继承 怎么也无法理解与接受 林烟看着两人伤心的模样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林青带死得太过突然了 就连林烟自己也觉得 好似做梦一般 有些不真实 第227章 无法接受的老爷子 林烟看着老爷子无法走出来的模样 无奈只能走了出去 准备先看看楚遥 楚遥一个人在门外站了半天了 见林烟出来 忙走了过去 阿燕 怎么样了 林烟神情悲伤 嫂子 我先送你回去吧 爷爷和哥哥他们 太过伤心了 特别是爷爷 不肯出来 楚遥 不用了 阿燕 我要陪着阿诚 他对姑姑感情很深 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姑姑离世的这个打击 林烟点头 确实 这时 几个警察来到了手术室门口 看见林烟 为首的警察上前问道 你好 是林青带的家属吗 林烟点头 林青带是我姑姑 有什么事吗 为首的警察点头 是这样 林青带女士的车祸 我们已经调取了监控录像 是因为副驾驶的那位男士 与他争抢方向盘 才导致车子失控 最后撞上大货车 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林烟开口 副驾驶的人叫田思远 他怎么样了 警察回道 田先生现在还在昏迷中 医生也说不准他 什么时候醒来 林烟问道 他的家属来了吗 警察 没有 我们已经通知了他的家人 应该很快就会来了 林烟不太懂法律 便问道 警察同志 我姑姑已经去世了 而田思远还好好的 是因为他抢方向盘 才导致我姑姑发生车祸离世的 我们可以告他的吧 警察点头 可以 但是田先生的情况也很严重 能不能醒来的另说 林烟点头 行 我知道了 谢谢警察同志 林烟提出了 要看监控录像 警察也准许了 把手机里的录像 给他看了一遍 随后 警察又问了几句 关于林青带的信息 才离开 林烟给莫衡打去了电话 让他先来医院一趟 莫衡突然听闻 林青带去世的消息 也是愣住 这太突然了 莫衡慌忙起身 温柔地哄道 阿烟 别怕 我马上过来 你等我 林烟 嗯 那我先挂了 林烟挂断电话 回到手术室 老爷子还拉着林青带的手 不肯反放开 他还是无法接受林青带的离去 林烟走过去 看向林继承 哥 现在天色都已经晚了 你先带嫂子回去吧 他现在可不能饿着 爷爷这里有我呢 我给阿衡打了电话 让他过来跟我一起 你不用担心 林继承闻言 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老爷子 再看了一眼林青带 他便走了出去 先带楚遥回家安顿去了 林烟走过去 拉过老爷子的手 我知道您很伤心 但是您也要为我们想想 要是您伤心过度伤了身体 我和哥哥怎么办 我们就只有您这么一个亲人了 老爷子这才放开 拉着林青带的手 阿燕 你姑姑他这一生都过得不开心 二十多年前 老爷子把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与林烟说了一遍 阿燕 你姑姑他以前很善良的 他与你爸妈关系也很好 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可是为什么要出现那个周远呢 是他毁了你姑姑的一生 林烟开口 爷爷 这个周远 是姑姑人生当中的一个结 一辈子的结 直到姑姑为他丢了性命 老爷子疲惫的开口 他是我们全家的结 林烟把车祸原因 与老爷子说了出来 因为田思源抢方向盘 才导致严重的车祸发生 老爷子不解 他为什么要抢方向盘 对 还有田思源 他怎么样 死了吗 林烟摇头 据说还在昏迷中 老爷子激动到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要让他坐牢 坐一辈子的牢 林烟忙安抚道 好 爷爷 等他醒来 我们去告他 老爷子看向林青代 你姑姑这一辈子 怎么就不能遇见一个良人呢 一个害了他前半生 一个害了他后半生 林烟 爷爷 这个田思源 一直都只是周远的替身而已 姑姑并不是真的喜欢他 只是把他当做了周远 我猜他们这次争吵 应该是田思源知道了 自己只是一个替身 我看过来 警察调出来的监控视频 很清晰 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 但是根据他们的唇行 我猜测应该是这样 老爷子无奈地叹气 早知道会这样 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让 这个人来家里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阿燕 我总觉得 这就是一场梦 我们都在做梦 你姑姑不会这么容易就走的 等一下我们醒来 就会发现 这是一场梦 梦里的都是假的 林烟看着老爷子的神情 有些担心道 爷爷 那我们回去吧 回家去睡一觉 等你醒来 我们再看看 这是不是梦 老爷子摇头 不 阿燕 我要看着你姑姑 不耐让她走 走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时 莫衡出现在了门口 他看着病床上的林青代 再看看林烟与老爷子 不知该怎么安慰老爷子 阿燕 我来了 林烟看向莫衡 眼里有着委屈 声音微微哽咽 阿衡 莫衡忙走过去 拥他入怀 轻拍着他的背 林烟突然看见莫衡 心里竟有些莫名的委屈 一时情绪有些低落 林青带死了 林烟并没有觉得开心 反而心里有些堵堵的 难受 林烟知道 这时候他不能这样 他还得照顾爷爷 他很快调整好情绪 推开莫衡 勉强笑笑 我没事了 莫衡摸了摸他的头 对着他温柔地笑了笑 林烟这一刻觉得 有莫衡真好 阿衡 爷爷已经在这里待很久了 他不肯回家 莫衡看向老爷子 喊道 爷爷 我们回去吧 好不好 姑姑已经走了 他是不是对您说过 希望您好好的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您的身体是他最牵挂的事情 我们别让他担心好不好 老爷子看向莫衡 知道他们担心自己 可是他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 他知道 下一次再见到林青带 他可能就是一把灰了 老爷子不想错过 这最后能看到他的时光 因为以后 他再也见不到这张脸了 小莫 你们别管我 我再看看就好了 再看看 我就不看了 这时 医院的人来了 看着老爷子神情 护士们也很不忍 但还是开口道 老先生 您请节哀 抱歉 这里不能停尸 我们需要把死者 带到太平间去了 老爷子看护士们 开口道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 可以吗 护士为难 老先生 这里不能停尸 考虑到你们家属的心情 我们已经给了你们很多时间了 不然一般死者刚过世 就要推到太平间去的 第228章 起诉田思院 眼看着林青带的尸体被推走 老爷子终于忍不住晕了过去 林烟吓了一跳 还好莫衡一把扶住了老爷子 才没让他摔到地上 两人忙把老爷子 扶到外面走廊的座椅上 林烟忙找了一颗顺气丸 给老爷子吃下 莫衡担忧道 林烟怎么样了 林烟 没事儿 爷爷只是一时接受不了姑姑的离世 过会儿醒来 情绪就没那么激动了 莫衡心疼地看着林烟 牵过他的手 柔声道 累坏了吧 林烟摇头 没事 林烟看向莫衡 轻轻笑道 阿衡 谢谢你 莫衡温柔地对着他笑笑 握着他的手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老爷子才醒来 醒来后的老爷子 果然没有再像之前那边激动了 只是有些沉默 一句话也不说 林烟心疼老爷子 哄了好久 老爷子才答应回家 林烟给林继承打了电话 让他吩咐厨师 准备一些清淡的吃食 老爷子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莫衡与林烟两人 一边的扶着老爷子出了医院 回去林家 关于林青代的事情 目前只有林家人知道 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老爷子回到家里以后 也是沉默寡言 饭也不肯吃 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 林烟心疼却也无奈 只能让时间慢慢抚平老爷子的伤痛 很快 林家为林青代举行了葬礼 对于这个突然的消息 众人都震惊不已 因为林青代的死 林继承与楚遥的婚礼 也往后推迟了一个月 好在楚遥的肚子也不显怀 再等一个月 应该也没事 处理完林青代的葬礼过后 林继承便起诉了田思远 田思远在医院已经醒来 田苏苏也来到了京都 田思远只有田苏苏这个一个女儿 她的父母亲人都已经去世 父女两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田苏苏看着法院的传票 脸色有些苍白 她看向病床上的田思远 爸 怎么办 林家要告你 此时的田苏苏 已经不像是之前在宁城时一样颓废了 因为她能依靠的田思远 此时倒下了 田苏苏只能收起自己的性子 开始照顾受伤的田思远 看着法院的传票 田苏苏内心还是很害怕 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林家势力这么大 想要告她爸太简单了 她一个人 怎么可能与林家对抗 田思远没有想到 林家居然要告自己 知道林青代死后 她也很后悔 很伤心 但是那根本不是她的错 如果不是是林青代 一直把她当作替身 他们之间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田思远此时全身都是伤 一条腿已经废了 她心里也愤怒 也怨恨 她也不想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田思远的声音沙哑又气愤 苏苏 你别管这些人 我本来就没做错什么 让他们告去吧 田苏苏无奈 爸 他们有监控录像 你抢方向盘的事情 看得清清楚楚 我找律师了解过了 你这样的行为是犯法的 是可以定罪的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田思远不懂法律 听田苏苏这么说 顿时有些害怕 苏苏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要去坐牢吗 田思远害怕去坐牢 她不想去坐牢 只能无助地看向田苏苏 苏苏 你想想办法 我不能去坐牢 我去坐牢了 你怎么办 田苏苏疲惫道 爸 我也不想你去坐牢 但是现在证据确凿 我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帮到你 说完 田苏苏烦躁地揉着头发 她此时早已没了当初的风光 没钱没权 更没有人脉 她怎么帮她 田思远闻言 想到女儿的处境 顿时心如死灰 苏苏 要是这场车祸 也把我撞死就好了 田苏苏无奈 爸 你胡说什么 你不能死 你死了 我就真的一个亲人 也没有了 田复听着女儿的哭声 心里也是心疼 但是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哪还能照顾得了女儿的心情 田苏苏看着病床上的田思远 开口道 爸 我会想办法的 你先休息 我出一下 田思远有气无力地点头 嗯 去吧 田苏苏出了病房门 一个人走到外面去 打了一个电话 接着 她便打车去了林家 看着林远两个大字 田苏苏心情复杂 不得不说林烟命是真厚 投生在了这么殉贵的世家豪门 而她田苏苏的命则是剑 只配活在阴暗的角落里 被末世封杀 从此不能再踏入京都 最爱的设计 也从此与她无缘 就连她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她作为女儿 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来 害怕被墨家发现 这高端的建筑 到处都显示着 住在这里的人有多尊贵 田苏苏 如今已经不敢再嫉妒林烟了 自从建设了林烟的异能 田苏苏便不敢与林烟作对了 她就只认识林烟 田苏苏上前按下了门铃 很快 保安过来问她找谁 田苏苏与保安说了几句 保安让她在门口等着 自己先进去 与大小姐说一声 田苏苏点头 好 不一会 保安出来 请了田苏苏进去 田苏苏一路 跟在保安的后面 先是穿过长长的院子 走了好久才 走到一栋别墅面前 田苏苏一直低眉顺眼 没有说话 直到保安带她来到客厅 林烟看着田苏苏 开口道 好久不见 田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吗 田苏苏看着容貌 依旧绝美的林烟 再看看自己 如今落魄的模样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林烟见她没有说话 再次开口道 田小姐 是来我家里发呆的吗 田苏苏回过神来 忙开口道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些走神 林烟轻笑 只是那笑意太浅 让田苏苏感到难受 她不再看林烟的脸上 低着头 突然朝着林烟跪了下去 林烟一愣 淡淡地问道 田小姐这是做什么 第二百二十九章 田苏苏的祈求 田苏苏眼神诚恳地看向林烟 求你 别起诉我爸爸 她已经受了很重的伤了 要是去坐牢的话 她承受不住的 林烟轻笑出声 受了很重的伤 那我姑姑呢 我姑姑可是因为她的行为 丢掉了性命 孰轻孰众 谁更惨一些 再说了 这是法律对她的制裁 跟我有什么关系 犯了罪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田苏苏文言 知道林烟这是不想放过她吧 这个结果 田苏苏一早就预料到了 林烟不是一个有慈悲心肠的人 她不会同情她和她爸的 田苏苏开口道 林小姐 你姑姑对你不好吧 林烟文言 看向田苏苏的眼神 一瞬间满是冰了 你还想说什么 田苏苏摇头 没有 就是觉得 你姑姑跟你的关系很奇怪 她在我们面前提起你的时候 眼里对你并没有疼爱 林烟淡淡道 如果你是来说这些无聊的话的 那你可以走了 我对这些并没有兴趣 田苏苏不甘心 她除了来找林烟希望她能心软放过她爸一次外 其他的 她根本不知道该找谁 如果她跟莫夫人的关系 没有变成这样 那也许她 还有救她爸的机会 可是 现在 莫家已经把她当作仇人了 不追究她 已经算是好的了 又怎么可能会帮她 田苏苏此时 也有些心如死灰 感觉不到生活中的希望 她的人生彻底的被毁了 连她唯一的亲人 也要去坐牢了 她觉得自己活着 也没什么意思了 田苏苏看向林烟 淡淡道 打扰了 我先告辞 田苏苏失魂落魄的走回了医院 这时已经是一大晚上了 田苏苑一个人饿着肚子 等了田苏苏一大晚上 见她回来 忍不住抱怨道 苏苏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久 你不会看时间的吗 我都饿了好久了 田苏苏文言 看了一眼田苏苑 开口道 我去给你买饭 你要吃点什么 田苏苑因为受伤 很多东西现在都不能吃 田苏苏刚问出口 又接着开口道 算了 我还是去问医生吧 看看你能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买 说完 田苏苏便出去了 田苏苑无奈 她都还没有问她话呢 这么快就走了 林家 一家人吃完饭 林烟找来了林继承 跟她说了 田苏苏今天来家里找她的事情 因为怕老爷子伤心 他们不敢在老爷子面前 提起有关林清代的事情 田苏苑的事情 也是林继承悄悄地在处理 没有让老爷子知道 林继承 阿烟 田苏苑那边 后天就要上法庭了 田苏苑必定会去坐牢 我看她的那个女儿 也翻不出什么花样的 不用管她 林烟点头 嗯 田苏苏被墨家封杀 在设计业内 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 这次来到京都 估计也是偷偷来的 不过墨家 也懒得去管她 等田思远坐了牢 田苏苏自然也就走了 林继承点头 嗯 她看向妹妹 心疼道 阿烟 这段时间 你照顾爷爷辛苦了 自从林清代去世以后 老爷子总是开心不起来 这段时间 都是林烟一直陪着她 就连乐乐和堂堂这段时间 都是经常送去墨家 林烟都很久没有陪过两个 小家伙了 林继承又要忙公司的事情 又要顾怀孕的楚遥 精力有限 照顾老爷子心情的事情 就全落在了林烟身上 林烟笑笑 一家人还跟我说这些 再说了 爷爷能这么快好起来 嫂子也功不可没 还有他肚子里的小侄子 也是大功臣 楚遥对林家人的感情都很深 看着老爷子难过 也是想方设法的 想让老爷子开心一点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老爷子多看看小宝宝的抄照片 用孩子转移老爷子的注意力 让他少想关于林青代的事情 虽然孩子都还没成行 但是在几人的吹嘘中 好似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一样 楚遥天天与老爷子讨论孩子的事情 还拉着老爷子 一起给孩子设计儿童房间 有时候还会出去给孩子买衣服玩具这些 来分散老爷子的注意力 果然现在老爷子已经好多了 林继承脸上也浮起笑容 嗯 那我要好好谢谢你们两个 兄妹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便各自回房间了 莫衡给林烟打来电话 问道阿烟 乐乐堂堂说 这个周五是他们两个的生日 是真的吗 林烟一惊 问道 今天几月几号了 莫衡 十月五号了 林烟闻言 有些懊恼的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哎呀 我这记性 连两个孩子的生日都给忘了 莫衡听着他懊恼的声音 想象着他此时的表情 微微笑道 没事 怪我这个当爹的 居然连孩子们的生日也不知道 怪我 林烟点头 嗯 确实 那怎么罚你 莫衡笑笑 那就罚我为乐乐堂堂 举办一个难忘的生日派对吧 林烟想到两个孩子 问道 他们睡了吗 莫衡点头 睡了 林烟叹息了一声 我最近都没有好好跟两个孩子说过话了 不知道他们怪没怪我忽略了他们 莫衡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想着两个孩子的话 笑道 没有 就是都有些想你 虽然每天也都能看见你 但是都没有与你好好相处 林烟回道 嗯 我知道了 那这次我们好好策划一下 给两个孩子过个生日 这还是两个孩子 第一次有爸爸陪着过生日呢 不对 还有这么多的亲人陪着 他们应该很开心 莫衡 嗯 阿燕 我想着 要不孩子生日 在我们这边过吧 那边刚处理完姑姑的事情没多久 我怕不太合适 林烟点头 嗯 好 就我们自己人给他们过 再让他们请几个玩的好的同学这些 就可以了 莫衡 好 两人又说了会儿话 才挂断电话休息 林烟想到老爷子 又去了老爷子的房间 请他明天去莫家 跟莫老爷子 一起给乐乐堂堂布置生日派对 老爷子满口答应 还因为忘记乐乐堂堂的生日 有些自责 就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 林老爷子就去了莫家 两个老人凑在一起给孩子策划生日派对 话多的说不完 莫衡则是趁着这个机会 去接林烟 跟自己一起去公司上班 两人好久都没有单独相处了 莫衡实在是太像林烟了 第230章 神医的请求 车上 林烟看着莫衡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 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两人看向对方的眼神 都腻歪到不行 连空气中都是甜丝丝的味道 莫衡忍不住开口道 阿燕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婚礼好慢呀 要是明天就到我们的婚礼就好了 莫衡不止一次后悔 没有把婚礼时间定早一点 导致她现在 每天都想把林烟娶回家 林烟失笑 快了 还有20天左右 莫衡故作难受 我还是觉得好慢 林烟无奈 好了 别说这些了 对了 这段时间我正忙着 雷停在暗网上下的那个单子我接了 但是条件我还没跟他谈好 你想要从雷家获得什么东西 赶紧告诉我 莫衡你没思考 好 我想想 林烟点头 嗯 想吧 两人来到墨市集团办公室 林烟在沙发上玩耍 莫衡则是开始处理公务 偶尔会抬头看一下林烟 林烟则是正在拿着笔记本电脑 查看暗网上的消息 雷停已经催了好几次了 希望乾坤医馆能够快点接单 但是林烟不急 他还等着看默衡 想要从雷家得到什么 再跟雷停交换 林烟回复了一句 我还没想好报仇 你再等等吧 而此时雷家 雷停一直叫人监控着电脑 要是神医发来信息 一定要及时告知他 这边林烟刚回复完 那边立刻就有人 把信息报给了雷停 雷停惊喜 立即给神医回了信息 您需要什么样的报仇都可以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只希望您能尽快来为我医治 雷停发完信息 看着页面 眼里终于有了点希望 据说这个神医出手 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这不举之病 折磨雷停好久了 他只想尽快摆脱这个病 他这段时间小心翼翼的 不敢让外人知道 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每天也因为这个难言之急 心情暴躁不已 见神医久久没有回复 雷停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他愤怒地砸掉了手机 要是让他知道这个神医是谁 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非得让他知道 得罪他雷停的后果 属下见状也不敢发出声音 小心翼翼地待在一边 生怕雷停把怒火 发泄到自己身上来 这边 林烟再次问了莫衡 有没有想到 想从雷家得到的东西 莫衡开口道 那就要雷家在京都的 所有产业吧 林烟 雷家在京都有多少产业 产值多少 莫衡笑道 不多 产值也就十多个亿吧 雷家刚进入京都不久 没多大的产业 林烟 这可能有点难 我平时治病最多诊经 也就两三个亿 这十多个亿 致一个不举之证 恐怕雷霆 不会当这个冤大头吧 莫衡倾笑出声 这可不一定 这不举之证 说轻不轻 说重也不重 就看他自己怎么想了 林烟笑笑 既然莫衡提出来了 那他就试试吧 说不定雷霆这个冤大头愿意呢 莫衡见林烟同意 笑了笑 再次开口道 那就要雷家一半产业吧 拥有一半 对于我来说 跟拥有全部也差不多了 林烟点头 行 这个估计可以实现 实在不行 我威逼利诱 也得让他把雷家 在京都一半的产业 给吐出来 林烟说完 便立刻给雷霆发去消息 我要雷家 在京都的一半产业 那边的属下 很快看见信息 忙又喊来了雷霆 只是当雷霆 看见电脑页面上的信息时 一脸震惊 他不禁看向身旁的属下 确认到 他说要雷家 在京都的一半产业 属下点头 是的 雷霆愤怒道 他这是狮子大开口 一半的产业 他也敢开这个口 也不怕撑死 属下不敢说话 低眉顺眼的站在一旁 雷霆愤怒归愤怒 过了一会儿 还是回道 神医 您这个条件也太高了 您看能不能降低一些 林烟看见这条信息 笑了笑 阿恒 雷霆嫌我开的条件太高了 莫恒 那阿烟就不要管他了 就让他一直不举吧 林烟回复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必谈了 这边雷霆 看见神医发来的信息 当即有些慌了 他这个病 已经找过无数人了 确定只有这个神医能救 要是神医不出手 他就只能一辈子这么着了 雷霆赶忙回道 神医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你看看能不能提个 其他的要求 我听说您以往出手 证金最高是三个亿 我也出三个亿 您看行吗 雷霆编辑完信息 又再确认了一遍 才发给神医 不一会 那边回复 我不缺钱 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只想要雷家 在京都的一半产业 雷霆无奈 要不这样 我给你北市这边的产业 市值与京都的相差不多 您看可以吗 那边 林爷宇莫衡说了几句 回道 我只对京都的产业感兴趣 雷霆见他目标明确 有些疑惑 为何非得要京都的 不要北市的 难道这个神医是京都人士 雷霆思考了一瞬 京都的产业 是他好不容易才做起来的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送人 虽然也不算是送 但是在雷霆看来 这与送的也差不多了 他又不敢得罪神医 准备先稳住再说 值得回复道 行 您说的我可以考虑 但是您给我一点时间可以不 因为这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 林烟看见信息 对着莫衡笑笑 他说他考虑考虑 莫衡 估计是在想什么对策呢 林烟笑笑 没事 反正他怎么也不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他只要想治好布局之正 就必须得给我 我想要的东西 第231章 雷娇娇跑出北市 两人的谋划 雷霆并不知道 他还在考虑该如何骗过神医 假装把京都的产业给他 但是在他病好以后 又给拿回来 这有些困难 雷霆必须得想一个万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雷霆实在想不出来 无奈只能去找到母亲 把自己身体的事情告诉了他 雷夫人突然听到儿子布局的消息 脸上满是震惊 怎么回事 你什么什么时候得的这种病 雷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前段时间才发现的 很奇怪 突然就这样了 雷霆也曾怀疑过 是不是谁故意害他 但是想了很久 还是没有想到 最后只能归于 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雷夫人着急的走来走去 脸色有些不好 这个神医的条件也太离谱了 就算是绝症 都要不了这么多钱吧 雷霆无奈 可是 人家就是要这个条件 其他的都不要 最主要是我这个症状 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治好 他也承诺了 治不好的话 什么也不要 雷夫人眼神一亮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让他治 等着好了再说吧 雷霆看着自家母亲算计的模样 开口道 妈 你的意思是 雷夫人点头 一位医生而已 只要他来到了我们雷家 那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雷霆闻言 有些担心 可是这神医势力不小 我们没有摸清他的底 不能贸然起杀心 不然要是再惹来我们 惹不起的人 那我们的势力 将会再大打折扣 雷夫人不谢 一位医生而已 能有多大的势力 小婷 你也太小心谨慎了 雷霆无奈 妈 暗网上的事情你不了解 神医在暗网上的拥护者很多的 而且他这些年救治过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他能这让这么多达官贵人都找不到他 就说明了他不简单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躲避这么多想找他的人的 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 听说之前莫衡也找过神医 以莫家的势力都没有找到 你想想 这个神医有多厉害 雷夫人想了想 那按你这么说 这神医不能得罪了 雷霆至少在他治好我之前不能得罪 雷夫人有些无奈 那怎么办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难道真的把京都的一半产业送给他 那绝对不行 我不同意 雷夫人一想到他的报仇计划 就恨得咬牙切齿 本来很快他就能报仇了 结果 因为莫衡与他那个未婚妻 导致他们现在退回了北市 现在又来个人打他们在京都产业的主意 这要是真把这一半产业给出去 那他们雷家 以后就在南在京都立足了 更谈和报仇 雷霆脸色也不好看 妈 我何尝想把我们辛辛苦苦 才建立起来的产业给人家 但是现在问题是 我们需要人家 那就得满足人家的条件 那不然 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 雷夫人看了一眼儿子 开口道 那不然等我们报仇以后 再找这个神医治病 雷霆不可置信地 看向自家母亲 妈 这神医可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而且 这神医多大年纪了 谁也不知道 要是现在不医治 那要是以后找不到神医 或者这神医死了 那我的病怎么办 我要一辈子这样吗 看得有些羞愧 小婷 你先别激动 我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你的病肯定要治 但是我们不能白白 把这一半的产业给出去吗 雷霆 所以我们才要想办法呀 母子两人争执了半天 雷娇娇无聊地走了进来 语气悠闲地开口 这么大声 在门口都能听到你们的争吵了 雷霆冷冷道 娇娇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别插手大人之间的事情 雷娇娇撇撇嘴 我想管 我才懒得管你们 就是看你们这么笨 忍不住了 才进来看看 雷夫人 娇娇 别闹了 赶紧回房间去吧 雷娇娇看了两人一眼 回道 好那我走了 雷娇娇走出书房门口 看了一眼 跟在他身边的雷勇 笑道 走吧 我可以走了 雷勇的表情 有些一言难尽 他面上挣扎了几秒 最后还是跟上了雷娇娇的脚步 雷娇娇四平时出去玩耍一般 背着一个精致的名牌包包 穿着最新款的小套装 身后跟着雷勇 两人开了一辆车 朝着外面驶去 雷娇娇看着外面的景色 开口道 雷勇 你说 要是我妈和我哥知道 你跟着我一起 去了京都 会不会罚你 雷勇开着车 面无表情 大小剑 是我的错 夫人和大少爷 本就该罚我 雷娇娇不屑地笑了一声 你还是这么无趣 雷娇娇不顾母亲和哥哥的阻拦 一个人带着雷勇 朝着京都去了 雷婷和雷夫人 还不知道雷娇娇去了京都 两人还在为了神医的事情 在想办法 而林烟这边 多了自己的条件以后 他便没有再回复雷婷了 莫衡很快处理完工作 两人又一起去了商场 准备给两个孩子 挑选生日礼物 这是莫衡第一次 给两个孩子过生日 他很是重视 准备把孩子们 之前三年的礼物 都给补上 百货商场内 莫衡牵着林烟的手 慢慢地闲逛着 两人看着感兴趣的 便进去看看 莫衡很喜欢 两人独处的时光 他好似比林烟 还喜欢逛街 一直热衷于给林烟 和两个孩子买东西 逛了不到一个小时 莫衡就已经花掉了 好几千万了 林烟全程无奈地配合着他 眼看着莫衡 又要给唐糖买首饰 林烟无奈开口阻止道 阿衡 唐糖的这么小 你不必给他买这么多首饰的 莫衡此时 看的是一家儿童首饰店 奢侈品品牌旗下的儿童品牌 首饰设计都充满了童趣 莫衡一看 就觉得很适合唐糖 莫衡笑着看向林烟 唐糖喜欢 就给他买 又没多少钱 林烟向来对首饰都没有什么兴趣 唐糖却是跟普通的小女孩一样 很喜欢漂亮的东西 这些小首饰都是他喜欢的样式 林烟轻笑 算了 这次他过生日 就给他买吧 莫衡点头 嗯 莫衡挑了几条好看的链子 还有钻石发卡 林烟也难得地给唐糖选了两件 这大手笔的消费 让工作人员们纷纷侧目 只是给孩子买 就一次性买这么多贵重的奢侈品 这家里怕是有矿 两人在工作人员羡慕的眼神中 走出了店铺 又朝着南童专区走去 给乐乐挑选礼物 第232章的生日派对 第二天中午 林烟与林继辰就去了法院 今天是田思远被判刑的日子 两人都去了法院 看着被告席上的田思远 他此时还坐在轮椅上 伤还没好 脸色苍白 看着林继辰与林烟的眼神 满是恨意 田苏苏坐在观众席上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 被判了五年 自己却无能为力 此刻他只觉得心如死灰 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坐牢了 此时他觉得自己 就如同一个孤儿一般 孤立无援 林烟看了一眼田苏苏 见他失魂落魄的模样 只看了一眼 他便收回了视线 田思远的事情解决 林烟与林继辰心情都不错 两人笑着走出了法院 后面出来的田苏苏 看着兄妹两人有说有笑的模样 心里满是恨意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就算他心里再恨林家 他也没有办法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小了 在林家面前 自己就如同一只蚂蚁一般 根本无法与庞大的林家作对 田苏苏坐在台阶上 一直看着林家兄妹两人的背影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不见 他才收回了目光 田苏苏思考着未来的出路 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本来墨家也不允许他来京都 田苏苏有些不知该何去何从 之前他们住的宁城那个房子 也是林青带的 以前他与父亲吃住 都是用林青带的 现在林青带死了 父亲也入狱了 田苏苏顿时觉得有些茫然 他没有地方可去 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田苏苏感觉这个世界 好似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田苏苏的心情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在意 林烨与林继承出了法院 便直接去了墨家 今天是两个孩子生日 墨家已经给两个孩子 准备好了生日派对 只邀请了亲近的几家人 沈家 陆家 另外还有关月 江婉宁等等 乐乐堂堂也邀请了他们的好朋友 陆星辰 江贝贝和沈思瑶 几个小朋友开心地 在一旁的草地上玩耍 外面大厅里 林烨和林继承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差不多到了 今天的墨家热闹非凡 墨老爷子与林老爷子 脸上都笑开了花 感觉比自己过生日还要开心 关月带着自己的男朋友来的 林烨走过去 与两人打了招呼 看着两人恩爱的模样 林烨替关月感到开心 乐乐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好久没看见你了 关月一副早以习以为常的模样 笑道 知道 你这个大忙人 我早就习惯了 林烨失笑 还好有你 不然我可过不上这么悠闲的日子 关月笑笑 我们之间说这些做什么 林烨点头 好 那你先好好替我招待你男朋友 别让他觉得被怠慢了 我得去看看 招呼一下其他人 关月笑着点头 行 快去吧 林烨一路与众人打了招呼 一圈下来 口都说干了 很快便到了傍晚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了 乐乐堂堂 今天开心极了 礼物收到手软 最重要的是 这次的生日 有这么多亲人陪他们过 这哥在以前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两孩子对着每个送礼物的人 都热情地说了谢谢 最后大人们在谈天说笑 孩子们则是坐在桌子上 开心地吃着蛋糕 堂堂今天穿着奢侈品的小裙子 带着钻石皇冠 整个人如同洋娃娃一般 闪闪惹人爱 可爱极了 陆星辰一直陪在堂堂的身边 为他吃蛋糕 给他擦嘴角 陆星辰是几人中最大的一个 今年已经十岁了 个子高挑 皮肤白皙 长相比较偏向 像离心弱 只有鼻子向路在穿 陆星辰是那种温温柔柔的 邻家大哥哥 长相帅气 气质温润 很是吸引小姑娘们的喜欢 但是对人温和有理的陆星辰 却只对堂堂亲近 甚至是宠溺 江北北与沈思瑶 都羡慕极了 堂堂有个本来就有一个帅气 又对他好的哥哥 让幼儿园的小姑娘们 都羡慕不已 现在又有一个 这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江北北与沈思瑶 都是独生女 家里目前还没有弟弟妹妹 所以 他们都很是羡慕堂堂 两个小姑娘也很喜欢陆星辰 但是陆星辰对他们 却是不温不火的 好似不想跟他们玩 沈思瑶看着陆星辰 这么照顾堂堂 开口道 堂堂 陆星辰对你真好 堂堂懵懂地抬头 她的嘴角还沾奶油 疑惑地看向沈思瑶 瑶瑶 你刚刚说什么 堂堂太专注于蛋糕了 没有注意到 沈思瑶刚刚说了什么 这个蛋糕 是墨家找了最顶级的蛋糕师做的 味道颜值都是绝佳 堂堂很喜欢 沈思瑶无奈 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 她怎么觉得 堂堂有点傻傻的呢 沈思瑶开口 没什么 我就是想说 陆星辰对你真好 你有两个哥哥 我真羡慕你 堂堂黑黑笑了两声 那是 阿诚哥哥一直对我特别好 我跟阿诚哥哥 很早就认识了 可能是我太可爱吧 是一声将贝贝笑出了声音 堂堂 你真是太可爱了 堂堂瞬间有些得意道 那当然了 我可是 全世界最可爱女孩子了 我爸爸说的 身后去拿蛋糕的回来的陆星辰 也附和道 没错 堂堂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孩子 堂堂看陆星辰回来 开心的喊道 阿诚哥哥 你来了 陆星辰点头 把堂堂喜欢的小蛋糕 往他面前一推 开口道 来 堂堂 这是你喜欢的草莓口味的 我给你拿来了 堂堂开心的点头 谢谢阿诚哥哥 陆星辰伸手想要摸摸堂堂的头 看见他头上的小皇冠 又收回来手 改为捏了捏他肉肉的小脸蛋 随后温柔地开口道 快吃吧 还想要什么 我再去给你拿 堂堂笑得开心 不用了 阿诚哥哥 我肚子都吃饱了 沈思瑶羡慕地看着堂堂 他不敢像堂堂一样 吃这么多东西 害怕变胖 江贝贝则是对这些甜食 没有太大的兴趣 沈思瑶好奇道 堂堂 你吃这么多的甜品 不怕变胖吗 堂堂抬头 没事 我不会变胖的 再说了 我妈妈说 要胖一点才好看 沈思瑶惊讶 怎么堂堂妈妈 跟他妈妈说的话不一样 他妈妈明明说 要瘦点菜好看 还天天减肥 想着 沈思瑶问道 真的吗 可是我妈妈说 女孩子要瘦一点才好看 堂堂点头 当然是真的 沈思瑶看着桌上的蛋糕 想吃又不敢吃 乐乐见状 开口道 想吃就吃吧 这个蛋糕吃了不会发胖的 女孩子确实要胖脸才好看 沈思瑶惊讶地看向乐乐 她是在跟自己说话吗 要知道 乐乐基本上不会跟别人说话 她与堂堂玩了这么久 乐乐都很少理她 今天居然主动跟自己说话了 沈思瑶脸上满是兴奋 第233章 突然发烧 沈思瑶一直特别喜欢乐乐 但是乐乐却一直对她特别冷漠 沈思瑶看着桌上的蛋糕 看向乐乐笑道 那我试试 应该是我妈妈说错了 沈思瑶拿起小叉子 开始品尝桌子上的蛋糕 果然 真的很好吃 乐乐见状 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丝浅浅的弧度 只是没人看见 第二天 因为昨晚的生日派对 玩得太晚了 早上两个孩子都起晚了 想着他们 晚上玩得太晚 大人们也没去叫他们 今天不用上学 本来说好了 两人要一起 跟着莫仲宣去部队的 之前乐乐都没空去 更何况 上次有人欺负了堂堂 乐乐一直想要去为堂堂报仇 所以 在看见已经九点多了的时候 乐乐慌忙地爬了起来 赶紧下楼去看爷爷走了没有 而此时楼下 莫仲宣还在等着两个孩子起床 见乐乐连衣服都没换 就跑了下下来 莫仲宣与莫夫人疑惑地看向他 莫夫人 乐乐 你跑什么 小心摔倒了 快过来奶奶看看 莫夫人朝着乐乐招手 乐乐看着自己身上的睡衣 见爷爷没走 他便放心了 忙对着两人说道 爷爷 奶奶 我先上去换衣服 你们等等 乐乐说完 又忙跑了上去 来到堂堂的房间 看着还在呼呼大睡的堂堂 乐乐赶紧摇了摇他 堂堂 快醒醒 快醒醒 堂堂嘟荡了几句 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 软软道 哥哥 干嘛 乐乐 堂堂 赶紧起床 我们今天要跟爷爷一起去部队 哥哥去给你报仇去 堂堂闻言 这才艰难地睁开眼睛 想起了要去部队的事情 他爬了起来 开口道 哥哥 可是那个与我比试的人是女生 妈妈不是说了 男生不能欺负女生的吗 乐乐一愣 啊 是女生呀 乐乐并不知道 他还以为部队里的都是男生呢 堂堂看着哥哥为难的模样 笑道 哥哥 不用你给我报仇 我又不是打不过 我那天是因为大意了 才给了对方一个机会 这次我不会了 乐乐点头 我们先去部队再说吧 你快点掀起来 然后去洗脸 我先回房间洗漱换衣服 然后再来找你 堂堂迷迷糊糊的点头 嗯 好 我这就起床 乐乐说完 便回了自己的房间 而堂堂则是一头眨到了枕头上 闭着眼睛 又开始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的 堂堂想着 好像觉得要起床去做什么事 但是他只觉得软软的 起不来 又慢慢的睡了过去 乐乐很快便收拾好 来找堂堂 结果看见 他居然还躺在床上 乐乐无奈的走了过去 堂堂 你怎么又睡了 乐乐见交不醒 又开始动手摇晃堂堂 不小心触碰到堂堂的皮肤 发现他身上好像有些烫 乐乐一惊 赶忙探了探堂堂的额头 发现烫得厉害 乐乐被吓到了 忙喊了几句堂堂的名字 见他没有反应 乐乐眼泪都要急出来了 红着眼睛往楼下跑去 爷爷 奶奶 堂堂发烧了 乐乐慌乱的跑到楼梯口 大声的喊道 这着急的慌乱的声音 把楼下两人吓了一跳 莫仲轩与莫夫人忙起身 忙朝着楼上跑去 见乐乐眼眶通红 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莫夫人着急道 乐乐 别怕 有爷爷奶奶在 妹妹烧得厉害吗 乐乐点头 拉着莫夫人的手 朝着堂堂房间跑去 莫仲轩跑得最快 乐乐 奶奶 堂堂叫不醒 乐乐从来没见过发烧 她与堂堂都很少感冒 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咳嗽 但是从来没有发过烧 现在看堂堂叫都叫不醒 把乐乐吓到了 莫夫人安慰道 没事 我们送堂堂去医院看看 莫仲轩已经跑到了堂堂的房间 摸了摸堂堂的额头 见她烧得厉害 忙抱起堂堂 想要送去医院 又见她穿着单薄的睡衣 又忙去衣柜 随便找了一件厚一点的衣服 给她穿上 莫夫人此时也跑了进来 莫仲轩已经给堂堂穿好了衣服 抱起堂堂 她看向莫夫人 慢慢 我们先送堂堂去医院 她烧得有些厉害 莫夫人点头 赶紧跟上 一行人忙朝着医院去了 路上 莫夫人才给林烟与莫衡打了电话 到了医院 医生给堂堂喂了退烧药 莫衡与林烟也赶到了 喝下退烧药 堂堂已经醒了过来 莫衡看着堂堂虚弱的模样 心疼得不行 柔声哄道 堂堂跟爸爸说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堂堂摇头 就是有些没力气 莫衡心疼道 没事了 爸爸陪着你 别怕 林烟无奈地 看向心疼女儿的莫衡 阿衡 你得让开 让我给堂堂看看 莫衡闻言不舍得让开 林烟给堂堂把了脉 又看了看她的嘴里 以及舌头 见堂堂的喉咙里有些红点 似是喉咳 林烟这才放下心来 莫衡紧张地问道 怎么样 阿烟 堂堂没事吧 林烟摇头 没事的 吃点药就好了 是喉咳引起的发烧 烧的时间有些长了 堂堂身体缺水 才会晕过去 莫衡不懂 问道 那怎么样 严重吗 林烟摇头 没事 吃点药就好了 莫衡这才放心了一些 又心疼地哄着堂堂 莫仲萱开口 以后还是要一个保姆 整夜给乐乐堂堂首夜 不然要是孩子半夜发烧了 都没有人知道 这太危险了 莫夫人点头 嗯 确实 再给乐乐堂堂招两个保姆 一个照顾白天 一个照顾晚上 必须一整天 都得有人看着两个孩子 莫衡 我马上给陈叔打电话 让他赶紧再找两个合适的保姆 林烟见堂堂烧已经退了 说道 堂堂现在烧已经退了 我们先带他回去吧 第234章 林济臣的婚礼 莫衡点头 走吧 一大家子人 又带着退烧的堂堂 回去莫家 陈管家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便为乐乐堂堂两人 找了两个靠谱的保姆 时间一晃而过 很快便到了林济臣与楚遥的婚礼 两人的婚礼 在百润酒店的顶楼举行 这是莫家的私人宴会场地 从不对外开放 这次林济臣的婚礼 莫衡主动提出 可以在百润酒店顶楼举办 因为人数众多 安排在酒店会比较方便 这天 林济作为林家人 也跟着老爷子 一起招待着 来参加婚礼的客人 乐乐堂堂 作为两个小花童 负责给舅舅 舅妈送戒指 散鲜花 两个孩子今天打扮得 跟个小天使一样 特别的可爱迷人 来参加婚礼的重宾客们 都看得入迷 感叹着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 迷人的小孩子 纷纷夸赞了两个孩子一番 看着宾客们 都来得差不多了 林烟本想进去大厅 却突然看见 两个让她有些意外的人 是雷霆与雷娇娇 走在他们两人前面的 还有一个贵妇人 贵妇人珠光宝气 穿着打扮很是贵气 林烟猜测 这应该是雷夫人吧 林烟之所以如此猜测 是因为雷娇娇 与这个贵妇人 有几分相似 林老爷子看着走来的几人 疑惑道 阿烟 这三个人 我好像不认识 是哪家的 你认识吗 林烟 北市雷家 老爷子惊讶 这雷家 我们好像并没有邀请吧 我们又不认识人家 难道是楚家请来的 老爷子刚说完 雷夫人已经带着雷霆兄妹两人 来到林老爷子与林烟面前 雷夫人笑道 林老先生 不请自来 希望没有打扰你们 我听说今天是林家的大喜 便来讨杯喜酒喝 好沾沾喜气 雷夫人眼神真诚 笑容和蔼 看着就如同一个普通的豪门贵妇一般 很是亲切 这模样 不知道还真以为这个雷夫人 是个良善之辈呢 来者是客 大喜的日子 林老爷子也不好拒绝 便笑道 不打扰 不打扰 雷夫人里面请 雷夫人笑笑 随即又对着林烟开口 这便是林家大小姐了吧 果真是如同传闻中的那般 滋容绝世呢 林老先生好福气啊 林烟看了雷家母子三人一眼 笑道 比不过雷夫人 雷夫人也有着一双孩儿女呢 特别是雷小姐 我们可是很熟悉了呢 林烟可是知道 这雷娇娇 至今还是对莫衡有着心思呢 林烟虽然话语客气 但看向雷家三人的表情 却是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雷夫人皮笑肉不笑 不欲再与她多说 林小姐好像也是快要结婚了 到时候 我们雷家也必定去捧场 林烟有些无语 这雷夫人说话 怎么有些神气冲冲的 好似她来参加婚礼 是给自己多大的面子一样 她可不稀罕雷家来她的婚礼 林烟刚想开口 就被雷夫人打断 林老先生 我先进去 我刚看见一个好久不见的熟人 去打个招呼 雷夫人的表情有些奇怪 脚步也有些匆忙 雷霆与雷娇娇兄妹两个 也忙跟了上去 老爷子看着三人的背影 察觉到林烟对几人的态度有些不好 便问道 阿烟 这雷家人是不是得罪过你 林烟点头 是啊 雷娇娇喜欢莫横 因此做出过不少事情 老爷子闻言 啊 这样 那我们刚刚应该别让他们进去的 老爷子往大厅看了看雷家三人 雷夫人不知去了哪里 只有雷霆与雷娇娇 正与其他宾客说笑 老爷子疑惑道 阿烟 这雷家好像认识不少我们京都的豪门贵族 你看他们那熟人的样子 林烟点头 嗯 我知道的 爷爷 雷家想来京都发展 但是一直很难真正的进入京都市场 林烟看了一眼万表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爷爷 您在这里迎客 我去看看嫂子那边好了没有 等下婚礼就要开始了 老爷子点头 林烟去了新娘的化妆室 此时的楚遥身边有沈家和陆依依 两人陪伴着 还有一个楚遥的好朋友 名叫成辰 四人在化妆室里聊着今天的婚礼 化妆师们已经给楚遥上好了妆容 今天的楚遥很美 林烟走近阿姨看 也忍不住笑着夸道 嫂子 你今天真美 被林烟这样的大美女夸没有 楚遥有些不好意思 所有的美人在林烟面前都会有些黯然失色 阿烟你才是最美的 林烟笑着摇头 美没有定义 世界上有很多种美 有人的美如同清水芙蓉 美地温婉柔和 有的美如同火辣艳丽的玫瑰 美地让人难忘 女人的美就如同花一般 各花入各眼 没有哪种花是最美的 你喜欢的在你心里就是最美的 林烟的一番话 让几人突然觉得自己也很美 路易一笑道 林姐姐 你说的对 我现在知道了 你漂亮 但是我们也漂亮 只是我们的漂亮不同 对不对 林烟失笑 对 一一说的对 你们看嫂子今天漂亮吗 几人一口同声 漂亮 楚遥被夸得有些害羞 又很感动林烟对自己的照顾 以前面对林烟 楚遥总觉得自己的容貌 在她面前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偶尔见到林烟的盛世美颜 她内心都羡慕极了 总想着林继承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 她自己也是胜的那般俊朗 怎么会看上自己的 楚遥表面上是开朗活泼的性格 但其实因为家庭的原因 她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自卑的 只是她很少表现出来 跟林继承在一起以后 偶尔她也会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但是林继承太好了 她总是会细心地察觉到你的情绪 然后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 渐渐的楚遥也自信了很多 是林继承的爱让她自信 现在林烟的话也让她知道了 各花入各眼 林继承就喜欢她这样的 林家一家人都很喜欢她 楚遥心里的那点小紧张 也瞬间没有了 楚遥笑了笑 阿燕 谢谢你 林烟笑笑 不客气 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 欢迎你 成为我的家人 第235章 楚家的心思 林烟在化妆室里 与楚遥说了几句话后 又给她把了个平安麦 才放下心来 很快 婚礼便要开始了 新娘需要挽着父亲的手出去 楚妇也来到了化妆室 毕竟是楚遥的父亲 林烟还是客气地 与她打了声招呼 后面还跟着楚夫人 与楚瑜 以及一个陌生男子 母女两人看向楚遥的眼神 都充满了极度之意 林烟看向陌生男子 她的眼神一直盯着楚遥看 林烟不喜 看向楚妇问道 楚先生 这位男士是 楚夫还没开口 楚瑜便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这是姐姐的前卫婚夫 周谦 楚瑜看向楚遥 笑道 姐姐 周谦哥哥想来看看你 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们也没办法 楚遥脸色有些不好 看向楚瑜的眼神冰冷无比 楚瑜 你还是这样 极度心这么重 不过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了 毕竟你以后一辈子 都只能在极度羡慕我的 这种心情当中活下去了 想想 你也真是可怜 楚遥的话刺激到了楚瑜 楚瑜脸上也没了刚才的笑意 阴阳怪气道 是啊 我可羡慕不来姐姐你的生活 以前有个周谦哥哥护着你 现在又有个姐夫护着你 姐姐的本事 我是怎么也学不来的 我可不 就是只能羡慕的份吗 楚瑜话里的意思 只要不是个傻子 都能听出来 是什么意思 林烟看向周谦 开口道 这位先生 我们林家并没有邀请你 请你出去 周谦还是第一次 见到林烟这样的美女 见她走过来跟自己说话 一时间竟看呆了 林烟说的话 她是一句也没听见 楚瑜看着周谦 看向林烟的眼神 眼里全是怒气 却也不敢发作 林烟厌恶地看向周谦 朝着门外喊道 来人 林家今天到处都是保镖 林烟一开口 便有保镖进来 恭敬地开口 大小见 有什么吩咐 林烟指着周谦 把这个人请出去 周谦被当众这样对待 一时觉得丢脸极了 喊道 林小姐 来者是客 你这样不好吧 林烟懒得理她 冷冷道 你算哪门子客 也好意思给自己脸上贴金 是要保镖丢你出去 还是客客气气地请你出去 你自己选 周谦见林烟如此不给面子 看向楚夫喊道 楚伯父 您看看 这林家也太不尊重您了 我是你的未来女婿 跟林家也是亲戚了 这林小姐居然这么不懂理 您可得跟林老先生好好说说 楚夫有些善善道 这个 小千 你还是先回去吧 今天这个场合 你确实不应该在场的 回去吧 啊 周谦意外 楚夫居然不管自己 随即她明白了 以前楚家 需要靠她周家 所以楚夫 对她客客气气地 有求必应 但是现在 楚家高攀上了林家 已经不需要她周家了 自然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对她 周谦想明白了这层 不懈地开口道 楚家还真是见风使舵啊 有了林家 就看不上我们周家了 我这就回去 与我爸妈说到说到 这周楚两家的婚约 不如还是减了吧 周谦说到婚约时 又看了眼楚谣 他如今后悔了 楚谣明明比楚渝好那么多 他怎么就放弃楚渝 选了楚渝呢 周谦本以为拿出婚约一事 楚家人肯会慌 结果 不管是楚妇 还是楚渝 以及楚夫人 都好似没事人一样 根本不管她 楚妇心里不说 面上却是一片春风得意的之色 自从与林家结亲 多少以前看不上她的人 如今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那些大老板们 都纷纷来打听她小女儿的婚事 想要与楚家结亲 楚渝和仇嫁不出去 现下比周家家世好十倍的人家 多的是任她挑选 哪里还能轮得到周家 周谦见状 只觉得脸都丢尽了 看了楚遥一眼 没让保镖请她 她自己走出去了 楚渝也没去追 楚遥见三个人的表情 冷冷地笑了笑 知道这是找到比周谦更好的了 所以 这才带周谦来这里 对她羞辱一番 好让对方主动解除婚约 啊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楚遥看向楚夫人于楚 开口道 你们两个 还是去外面的席位上坐着吧 这里不方便 楚遥东张西望 没有见到林继臣 有些失望 便开口道 姐姐 姐夫怎么不来陪着你 楚遥无语 懒得理她 看向楚夫 爸 他们两个不适合待在这里 你还是让他们出去等着吧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别再闹出什么事了 楚夫闻言 忙朝着 两人开口道 你们出去的等着吧 别在这里碍事了 楚夫人不敢违抗 哼了一声 走了出去 楚遥也不甘心的紧随其后 见人都走了 林烟这才放心 嫂子 我出去看看 你注意点身体 走路要小心一些 楚遥点头 好 你快去忙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林烟对沈家河与陆依依交代了几句 便出去了 突然 林烟听到 一侧传来女人的争吵声 这声音 林烟觉得有些熟悉 她小心地靠近楼梯口 声音越发地明显了 陆斌 你现在是过得好了 可是我呢 你杀了我的丈夫 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孤儿寡母的 我过得有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楼梯间谈话的 正是陆斌与雷夫人 雷夫人激动不已 陆斌却是表情淡淡地任由她说 雷夫人已经二十年没见过陆斌了 她虽然嘴上说着责怪她的话 但是眼神 却是一刻也不舍地离开陆斌的脸 雷夫人贪婪地看着这张平时 只能在她梦里出现的脸 她还是如同二十多年前一样 不仅没有变老 还变得更加的成熟有魅力了 时隔多年 再次见到陆斌 她还是能够深深地吸引着自己 陆斌很是反感雷夫人的这种眼神 她眉头紧皱 沉声道 雷夫人 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等下我夫人找不到 我会担心的 陆斌提到夫人两个字 语气里带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温柔 雷夫人闻言 眼里的爱意瞬间被一盆冷水泼灭 第236章 雷夫人的纠缠 雷夫人看着这个让自己魂牵梦银的男人 她的眼里从来就没有过自己 只有陈元 雷夫人收起自己那点可怜的爱意 冷冷道 陆斌 你还是这么爱陈元 陆斌眉 她是我的夫人 我当然爱她 如果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陆斌说完便想走 雷夫人急到 等等 雷夫人的手伸出手 想要拉住陆斌 但是被陆斌躲开了 雷夫人有些示弱地收回手 开口道 陆斌 二十年前我就说过 我会找你报仇的 现在 你准备好了吗 我的报复 很快不要开始了 陆斌皱眉 眼里满是冷意 你要怎么报复随便你 我说过了 雷锦不是我害死的 你自己不信 非要因为一些自己的私欲 而给我加上这样的罪名 不 她就是你害死的 要不是你 她现在还好好的 雷夫人的声音有些尖锐 好似非要证明自己的丈夫 就是被陆斌害死的一般 陆斌 雷夫人 我们不熟 我想 我们还达不到私下见面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是被我害死的 那你可以去告我 去起诉我 让法律来制裁我 你在这里说 这些都是多余的 雷夫人被她的冷漠伤害到 这些年 她自己也早就分不清 自己对陆斌 到底是爱还是不甘心了 每每面对陆斌 看着她那张英俊的脸庞 雷夫人的心都忍不住变软 陆斌 你知道我舍不得 让你去坐牢的 呵 陆斌像是听到了什么 好笑的笑话一般 觉得很是可笑 雷夫人 你是雷锦的夫人 你既然觉得 是我害死了她 又怎么会对我说出 这么不知廉耻的话 雷锦全下有知 怕是要被你气得活了过来 陆斌的话毫不留情 说得雷夫人脸色发青 你要是想对我进行报复 随你 没必要通知我 以后也请不要再以别人的名义 叫我出来了 毕竟我很忙的 陆斌说完 便直接走了 这次雷夫人没有再挽留 她知道 自己留不住陆斌的 外面的林烟 听到陆斌走出来的声音 忙走开了 林烟好奇 这陆斌与雷夫人 好像有故事 不过看来 应该是雷夫人的单相思 陆斌对她很是冷淡 因为听墙角花费了不少时间 婚礼仪式都要开始了 林烟赶忙跑了出去 主持人已经开始在台上预热气氛了 林烟轻忽了一口气 还好 没错过婚礼仪式 莫衡看着匆匆跑来的林烟 问道 阿燕 你去哪里了 我到处找都没看见你 林烟 我刚刚去扫子房间了 耽搁了一下 莫衡点头 坐下吧 婚礼马上开始了 莫衡刚说完 婚礼主持人已经开始进入 迎接新郎新娘的阶段了 林烟坐好 看向婚礼台上 首先出场的是 乐乐堂堂两个小花童 两人撒着鲜花 为新人铺路 随后 楚遥挽着楚妇的手 缓缓进入现场 楚遥一席高定婚纱 洁白无暇 充满了梦幻气息 台下有人认出了 这是国高定婚纱品牌的 最新款手工定制婚纱 价值一千多万 一字间的领子上 镶嵌着点点碎钻 在灯光衬托下闪闪发光 但众人看见 楚遥脖子上的那条项链 全部都惊讶了 有人小声地开口道 这不是世界宝石项链 排名第四的蓝色情人节吗 天哪 居然被林家买走了 这林家少妇人 可真是好面 有不懂的人 见众人这表情 好奇地提出疑问 什么蓝色情人节 我只听过白色情人节 哪里来的蓝色情人节 随即就有人给他科普了 蓝色情人节 是这条项链的名字 很浪漫吧 丁克点头 名字是挺浪漫的 就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吧 被问到的女子点头 那肯定了 能上世界排名 你说的多贵 一般人谁买得起 众人眼睛 都盯在楚遥的脖子上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 看见这条项链呢 这款项链的设计非常的丰富 它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古典 项链一共有两排组成 内部是一圈 由不规则的钻石组成的链条 白色的外观非常的亮丽 在外围还设计了一圈蓝色的蓝宝石 这些宝石没有经过切割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不规则的水滴型外观 深蓝色的外形 看起来很有神秘感 它的排列方式 是凹凸有致的 结合在一起 更有形 这个款项链 佩戴在楚遥的脖梗上 显得他整个人都贵气满满 台下的楚遥 听见众人的讨论 看向楚遥脖子上的项链 眼里尽是艳线 要是他的婚礼 也能佩戴这么昂贵的珠宝就好了 台上 新郎新娘开始宣誓 乐乐堂堂端着戒指盒子 站在一旁 林烟悄悄地朝着乐乐堂堂挤了几眼睛 两个孩子第一次当花童 都觉得很是稀奇 笑意满满地 看着舅舅舅妈 随着婚礼仪式的完美结束 林继承也松了口气 他看向楚遥的肚子 笑道 累不累 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楚遥笑着摇了摇头 阿晨 我今天好开心呀 林继承笑着点头 我也是 林继承带着楚遥换了一身衣服 才下来继续应酬宾客 乐乐堂堂的任务完成了 来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堂堂笑嘻嘻地问道 不不不妈妈 你们看 我今天漂亮吗 莫横宠溺地笑着看向堂堂 夸道 漂亮 我们堂堂是最漂亮的小仙女 堂堂一脸骄傲 爸爸当花童真好玩 这时 江贝贝与沈思瑶来找堂堂了 三个小女孩 朝着另一边去玩了 林烟感觉到 一直有到视线盯着自己 这让她很反感 巡视了一圈 林烟发现了角落里的雷霆 雷霆正一个人站在一旁 身边没有一个人 雷娇娇与雷夫人也不见了踪影 见林烟看过来 雷霆大方地朝着她笑了笑 林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雷霆的眼神 好似与之前不同 有些别样的意味 第237章 雷娇娇自食恶果 林烟没有理会 收回了视线 而雷霆则是一直盯着林烟 越看雷霆 越觉得林烟的身影有些熟悉 今天来林家的宴会 都是雷夫人的主意 雷霆也不知道 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这个宴会 她看了一圈 也没看见雷夫人 就连雷娇娇都不在了 雷霆皱眉 心里总有些不好的预感 她巡视了大厅一圈 也没有看见两人 掏出手机给两人打电话 也没人接 雷霆只能起身去找 而此时 雷娇娇正偷偷地 跟在莫衡后面 莫衡怕林烟着凉 去房间给林烟拿一件披肩 雷娇娇一直跟在莫衡后面 莫衡也察觉到了 有人跟在她后面 不过她并没有在意 现在莫衡的修为 已经到住机中期了 普通的人奈何不了她 莫衡走到自己的专属房间 打开门进去 刚要关门 门就被人抵住 雷娇娇柔声喊道 莫哥哥 是我 莫衡看了雷娇娇一眼 淡淡道 有什么事吗 雷娇娇笑得讨好 莫哥哥 我有点事情想要跟你说 可以让我进去吗 莫衡 不可以 雷娇娇开始推门 想要耍赖进去 但是她根本推不动 莫衡懒得与她说话 准备关门 雷娇娇突然把手横在门缝里 莫衡关门的动作停下 不耐烦道 你有什么话就快说 我还要给我未婚妻拿披肩 没空在这里浪费时间 雷娇娇突然拿出了一包药粉 向莫撒去 脸上满是得逞笑意 这是她特意找来的药粉 只要沾上一点 就必定中招 却不想 莫衡的动作比她更快 她一脚把雷娇娇踹了出去 砰了一声 门被关上 雷娇娇被踹倒在走廊上 药粉也随着她的动作 散落在了雷娇娇的身上 被她自己吸入 在雷娇娇倒地的一瞬间 雷勇便从后面窜了出来 紧张地扶起雷娇娇 大小剑 你没事吧 阿帖 阿帖 雷娇娇被迫吸入药粉 不停地打了几个喷嚏 雷娇娇知道自己吸入了药粉 紧张到 雷勇 快送我回房间 快 雷娇娇刚说完 雷勇还没来得及抱起她 两人就被保镖围住了 莫衡再次打开门出来 看向雷娇娇的眼神 冰冷地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雷娇娇弱落落道 莫哥哥 这个是一些面粉 我就是想要跟你开个玩笑 你别生气啊 莫衡对着几个保镖说道 请雷小姐去大厅坐吧 雷娇娇急道 莫哥哥 我还有事 我自己走 不用保镖请的 雷娇娇知道这个药的效果 用不了几分钟 很快便发作了 要是去了大厅 等下药效发作起来 她就会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失态 那她以后还怎么有脸出门 说着 雷娇娇爬了起来 却突然身子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雷勇及时扶住了她 雷娇娇知道 是自己体内的药效发作了 她有些害怕地 雷娇娇不能去大厅 雷勇不知道雷娇娇的那包药粉是什么 但是此刻看她不舒服 便朝着莫衡开口 莫总裁 我家小姐不舒服 我自己送她回房间就好了 不劳烦莫总裁了 雷勇说完 便准备扶着雷娇娇离开 但是莫家的保镖却上前一步 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雷勇感觉到雷娇娇的身体好似发烫 有些担心 语气也有些着急 莫总裁 我家小姐生病了 麻烦你的人让开 莫衡冷冷道 生病了 是因为刚刚那包药粉吗 那这么说来 雷小姐是想要害我 既然这样 那不如我们报警处理吧 刚好我这里有监控 警察来了 我也是有证据的 雷勇看了一眼 天花板上的监控探头 脸上顿时有些着急 他根本不知道 雷娇娇的那包药粉 是做什么用的 此时雷娇娇已经满脸通红 一直在慢慢模糊 他有些费力地开口 雷勇 是上次我种的那种药 不耐让我去大厅 不然我以后一辈子 都没脸见人了 雷勇感受到 自己怀里的雷娇娇 越来越烫 听了他的话 也知道了 这是什么药了 但是现在雷勇 根本没有办法 带他回房间 报警就更不行了 雷娇娇 已经在慢慢失控了 开始在雷勇身上 摸来摸去的 雷勇满脸通红 无奈道 好 我们去大厅 雷勇想着 去了大厅 还有雷廷与雷夫人 自己没有办法 他们总该有办法的 总比在这里 被这些保镖看着墙 大厅飞奔而去 保镖也紧随其后 墨横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漫步跟了上去 而此时大厅 雷夫人已经回来了 因为路边的冷漠 雷夫人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平复了半天的情绪 这才渐渐静下心来 却没想到 她刚来到大厅 就看见雷勇脸色焦急 慌乱地抱着雷娇娇 雷夫人脸色一轻 快步走过去 给了雷勇一巴掌 立声吼道 还不快放下小姐 一点规矩都没有 雷勇没有责怪雷夫人 只是着急道 夫人 小姐中了药 雷勇刚说完 墨横就在保镖的身后 走了过来 雷夫人一脸猛 中了药 中什么药了 雷勇看着这么多人 有些说不出口 此时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 一个个眼神 都紧盯在雷娇娇与雷勇身上 雷夫人看着雷勇 吞吞吐吐的样子 不耐烦道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啊 面对雷夫人的咄咄逼人 雷勇只能小声地开口道 就是上次那种 雷夫人惊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看好小姐 快 抱上她 我们回去 这时墨横走了过来 开口道 雷夫人 这恐怕不行 雷夫人怒道 不行 墨总什么意思 墨横冷冷道 墨夫人知道 雷小姐是怎么中药的吗 雷夫人摇头 墨横 雷小姐本来准备对我下药的 但是她速度没我快 被我一脚踢飞了 结果这药撒在了自己身上 自己中了 雷夫人 你说 这好不好笑 雷夫人一愣 嬌嬌又要对墨横下药 她有些恨铁不成钢地 看了一眼雷嬌嬌 这一看 雷夫人吓了一跳 只见雷嬌嬌此时 正抚摸着雷勇的身体 嘴里还发出了一些 让人羞耻的声音 第238章 雷霆妥协 雷夫人一瞬间 感觉到丢脸至极 忙上前 拉住雷嬌嬌的手 制止她下意识的行为 雷夫人着急地看向墨横 墨总 我替嬌嬌向你道歉 真是对不起 嬌嬌她还小 不懂事 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回头我定拉着她 去你家登门道歉 雷夫人此时不得不服软了 雷嬌嬌现在这情况 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不然以后 她就没脸再出去见人了 也很难再找到好的夫家了 墨横不为所动 这时 林烟走了过来 一眼 她就看出了雷嬌嬌此时的情况 林烟看向墨横 怎么回事 墨横附在林烟耳边 把事情经过给说完 林烟听完 冷冷地看了一眼雷嬌嬌 只可惜 雷嬌嬌此时 已经看不明白林烟的眼神了 雷夫人看向林烟与墨横 放低身态道 墨总 林小姐 你们还是让我带嬌嬌回去吧 再这样下去 你们会毁了她的 雷嬌嬌被母亲拉住 拼命地想要挣脱 牵住她的双手 雷夫人着急地左右查看 寻找雷霆 只是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雷霆的身影 雷夫人无奈 只能向墨横哀求道 墨总 我求你了 心里此时却恨极了墨横 墨横淡淡道 可以 但是雷小姐 总得为她今天的行为买单吧 雷夫人盲点头 你说 你想怎么样 此时周围的人 看着这出闹剧议论纷纷 有人感叹墨横的冷漠无情 对一个女孩子这么残忍 也有人感叹 雷娇娇的不知廉耻 自荐正习 还被嫌弃至此 反害了自己 墨横 如果雷夫人有诚意的话 那我们都好商量 但是如果雷夫人想要耍赖的话 那等着雷小姐的 将会是万丈深渊 墨横的话里有些威胁之意 雷夫人听明白了 但是她并不以为意 嘴上盲口答应 墨总你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墨横 雷家还是回到北市发展吧 雷夫人不太明白 墨总 你什么意思 墨横 字面上的意思 京都不适合雷家 雷夫人愤怒地 差点对着墨横破口大骂 以为自己是谁 居然敢明目张胆地 让雷家不要来京都发展 天王老子也没他管得多 但是雷夫人及时杀住了车 没有把这些话吼出来 就在这时 雷娇娇挣脱了雷夫人的手 又开始胡乱的动作 雷夫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吼 就在这时 雷霆终于来了 她脸色铁青地 跑到雷夫人身边 看着自家妹妹此时的模样 雷霆快速一掌 披在了雷娇娇的后颈上 雷娇娇瞬间晕了过去 雷夫人喊道 小婷 你做什么 你把娇娇怎么了 雷夫人边说边着急地 查看女儿的情况 雷霆安慰道 妈 没事 她只是暂时晕了过去 雷霆探到雷娇娇身上的温度 知道要是不赶紧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雷娇娇怕是得暴体而亡 雷霆看向默衡与林烟 冷冷地开口质问 莫总这是什么意思 雷霆来得晚 刚刚只听见了默衡最后的话 她还不知道 雷娇娇是怎么回事 默衡把刚刚对雷夫人说的话 再次对雷霆重复了一遍 雷霆冷着脸 你的意思是 今天必须逼我雷家退出京都 不然就不让我们走了 默衡表情淡淡地看向他 差不多吧 我实在不喜欢经常看见这么麻烦的人 来打扰我的生活 所以只能委屈你们了 雷霆清楚地知道默衡的实力 现在的自己与他根本无法抗衡 尽管默衡的行为欺人太甚 但雷霆还是只能咬了咬牙 沉声道 好 我同意 默衡文言轻笑了一声 大手一挥 属下递过来一份合同 默衡递给了雷霆 这是你在京都所有产业的转让合同 价钱方面 我给的都是高出市场价的 你看看 雷霆接过合同 嘴角扬起一抹苦笑 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着我签字呢 雷霆后知后觉的想起 怪不得他觉得黎衡的身影熟悉 现在看来 他就是那个给自己治病的神医吧 他们拿走了自己一半的产业 现在又要继续拿走另外一半 原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 雷霆没有再说话 默默地签好了字 递给了默衡 他现在急需带雷娇回去 不敢耽搁一点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雷霆抱起雷娇 看向默衡 莫衡点头 当然 请便 林烟却突然喊道 等等 雷霆皱眉 讽刺地看向林烟 怎么 还有什么想要的 林烟递给了他一颗药丸 雷小姐中的这个药 不知道他是怎么寻来的 药效太过霸道了 这个可以先给他缓解一下 等你们回到家里 再解药效的话 雷小姐的身体 也会留下后遗症的 还是先给他缓解一下吧 雷霆一愣 有些不相信 林烟会这么好心 但他还是接了过来 事到如今 雷霆觉得 自己身上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林烟也不至于再害他 雷霆给雷娇娇吃了下去 然后便抱着雷娇娇走了 雷夫人看了林烟一眼 也赶紧上了雷霆的脚步 林烟看向默衡 笑了笑 现在好了 以后 雷家不会再出现在京都了 默衡点头 嗯 雷家人走了 婚宴又继续恢复了正常 只是众人 此时谈论的话题 也从婚礼变成了雷家 第239章 林烟有孕 婚礼过后的林家 到处都洋溢着喜气 楚遥也在全家的胃养下 渐渐胖了起来 这天是周末 林烟也从学校回来了 林烟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了 不过她选择了住校 只有周末才会回来 林烟整个人比起以前胖了不少 出落得越发的漂亮 一大早 林烟便亲自起来 给家人们做爱心早餐 这是她最近新学的技能 她迫不及待的 想要展示给林烟他们看看 楚遥下楼的时候 正看见往餐桌上端早餐的林烟 林烟见楚遥下楼 开心的喊道 嫂子 楚遥有些意外的看向林烟 燃燃 你在干嘛呢 林烟笑容灿烂 我在做早餐呀 楚遥走到餐桌边上 看着餐桌上色香味俱全的丰盛早餐 有些不敢想相信 燃燃 这些都是你做的 林烟得意的点头 那当然了 不错吧 嫂子 楚遥点头 不错 太不错了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林烟继续朝着厨房走去 嫂子 你等一下 还有呢 楚遥回到 我去叫爷爷他们来吃早餐 楚遥去了后花园喊老爷子 爷爷 吃早餐了 今天燃燃亲自下厨呢 老爷子惊讶 哦 燃燃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楚遥笑着回道 不知道呀 看着很不错呢 爷爷走 我们快去给燃燃捧场 老爷子放下手里的剪刀 笑容满面的走了进去 楚遥又去叫了林继承 和乐乐堂堂 林烟则是自己下楼 她今天破天荒的起晚了 要知道 林烟的生物中是很准时的 每天到点就醒 今天却睡过了头 不过林烟也没放在心上 林烟看见林烟下楼 开心地喊道 姐姐 快来吃早餐了 林烟笑着点头 来了 看着餐桌上不同于以往的早餐 林烟笑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早餐也这么丰富 老爷子笑呵呵地开口 阿燕 你不知道吧 今天的早餐是怨怨做的 堂堂喝着碗里的海鲜粥 笑咪咪道 二姨做的海鲜粥真好喝 林烟知道 家里所有人的口味 所以 每个人喜欢的早餐 她都做了一份 听见堂堂的夸奖 林烟笑得更开心了 谢谢堂堂 那二姨以后经常给你做 堂堂摇头 不用的二姨 做饭太辛苦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让厨师叔叔 做就好了 老爷子吃着林烟为她 特意准备的早餐 也很是喜欢 不过还是说道 是啊 堂堂说的是 做饭太辛苦了 怨怨你一个女孩子 还是少去厨房吧 老爷子心疼的模样 让林烟很是感动 她笑嘻嘻地开口道 没事的 爷爷 我喜欢给你们做饭 再说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累 食材都是阿姨们准备好的 我就是动了动手 将它们煮熟而已 林烟看众人都夸奖着林烟 玩笑道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你们怕不是不想让月月伤心 才故意说好吃的吧 林继承也开口 这倒不是 确实好吃 连林继承都说好吃 林烟也开始品尝 林烟的粥 与堂堂的一样也是海鲜粥 林烟刚吃了一口 就突然觉得恶心反胃 她跑到了另外一边吐了起来 林烟的反应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林烟更是着急 看着林烟不停的干呕 她都快急哭了 她手足无措的看着林烟 担心道 姐姐你怎么样 我 我 林烟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她以为是自己做的粥 害林烟兔的 很是自责 一家人都担心的看着林烟 乐乐堂堂也担心的 跑到林烟身边 妈妈 妈妈 两个孩子担忧的看向林烟 等到林烟图好了 看着林烟哭得眼泪哗哗的 林烟忍不住笑道 乐乐 你哭什么 林烟 姐姐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做饭了 林烟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 不关你的事 林烟又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小脑袋 安慰道 妈妈没事 走 我们继续吃早餐去 林烟走回餐桌上坐下 老爷子看向她 担心道 怎么回事 林烟摇头 我也不知道 林烟给自己把了下麦 结果有些让她意外 随即想想又觉得正常 看着林烟的表情变化 大家都好奇极了 见她把玩麦 把手放下 林烟迫不及待地问道 姐姐 怎么样 林烟看了一眼大家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吞吞吐吐的模样 大家更着急了 老爷子急道 哎呀 你快说啊 到底怎么了 林烟这才开口道 我好像是怀孕了 林烟的时候话一出口 众人一阵沉默 还是乐乐先反应过来 她脸上有些惊喜 妈妈 你是说你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吗 林烟点头 嗯 乐乐又要当哥哥了 堂堂也看向妈妈的肚子 好奇到 妈妈 我要当姐姐了吗 林烟点头 对 堂堂以后就是姐姐了 开心吗 堂堂高兴的手舞足蹈 开心 太开心了 老爷子与林继承 也是满脸的开心 林继承 我又要有小外甥了 随即老爷子哼了一声 这个小莫 真是不像话 你们这还没结婚呢 老爷子虽然高兴 但是一想到受苦的是自己的孙女 楚遥笑道 爷爷明明是高兴 却还是要怪妹夫 老爷子哼了一声 这个小莫 等一下我可要好好说说他 林烟无奈的摇头笑笑 林烟这时知道 不是自己做的早餐 让林烟难受 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随即想到 林烟刚刚呕吐的模样 又有些担心 姐姐 怀孕都会这样吐吗 林烟点头 嗯 这叫害喜 我之前怀乐的堂堂也这样 不过没有这次这么厉害 林烟看着碗里的海鲜粥 笑道 燕燕 你做的海鲜粥我怕是无法享受了 林烟忙摇头没事 姐姐 你以后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林烟笑笑 好 谢谢燕燕 林烟 你们吃吧 我出去一趟 老爷子 可是你还没吃早餐呢 林烟 我现在还没有胃口 等下想吃什么 我自己去吃 老爷子还是有些担心 你都怀孕了 就不要到处跑了 林继全也开口 是啊 阿烟 你有什么事交给我去办 别到处乱跑了 林烟无奈 爷爷 哥 你们别这样 我只是怀孕了而已 不是残废了 我还是个正常人 不用担心 两人闻言 有些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那还不是担心你吗 老爷子挥了挥手 去吧 去吧 注意安全 第240章 惊喜的莫衡 林烟笑着 与家人挥了挥手 便出去了 他给莫衡打了电话 询问了他在哪里 得知莫衡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林烟笑道 嗯 那我去公司等你 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 莫衡回应 好 吃早餐了没有 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 林烟 没有 早上有些反胃 吃不下去 莫衡一听他不舒服 有些担心 怎么会反胃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过来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莫衡说着 便开始寻找 可以转弯的路口 林烟笑笑 没事 不用来接我 我都自己开着车出来了 莫衡还是担心 那你给自己看过了吗 哪里不舒服 林烟 嗯 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你不用担心 莫衡闻言 才没有再继续转弯 问道 那你还没吃早餐 肯定饿了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去给你买 林烟想了想 那就上次我们去吃的 那家早餐店吧 但是 买不要含有海鲜的早餐 莫衡皱眉 你不是最喜欢吃海鲜了吗 海鲜粥 水晶虾饺 这些你不喜欢吃了 林烟 现在不行了 我一闻到海鲜的味道 就犯恶心 莫衡有些疑惑 怎么一直都喜欢吃的东西 突然就不能吃了 不过他也知道 现在问不出什么 也没再问 等下见到林烟就知道了 莫衡去两人常去的那家早餐店 给林烟打包了几份 比较清淡的早餐 林烟比莫衡还先到公司 陈浩招呼了林烟 在莫衡的办公室里等着 过了一会儿 莫衡才到 一见到林烟 莫衡就上下打量 见他没有哪里不是的样子 他这才放下心来 阿烟 莫衡温柔地唤了林烟一生 随即把自己给他带的早餐拿出来 给他摆在桌子上 林烟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 莫衡宠腻地笑了笑 怕你吃了还会反胃 就多买几种了 你都尝尝 看看喜欢哪个 林烟点头 莫衡买的早餐丰富多样 有甜的咸的辣的酸的 林烟看了一眼 感觉有些想吃辣的 莫衡见他的视线 笑道 你想吃这香辣牛肉面 林烟点头 嗯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大块的牛肉粒 在劲道的面条上摊着 配上红红的辣油 看着热辣辣的 感觉很不错 莫衡 可是早上吃这么重口味的 会不会对肠胃不好 林烟已经开始动手了 没事的 其他的我也不想吃 但是我又呃 莫衡闻言 怕他饿着 便也没再阻止 林烟已经开始吃上了 果然这次 他没有再吐了 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看着莫衡也觉得有些饿了 看了看桌子上的早餐 他把林烟不吃的 那几分都吃了 过了一会儿 林烟终于吃完他的牛肉面 但是林烟还是觉得饿 他又吃了几个乳蛋 才觉得饱了一些 莫衡惊讶到 阿烟 你今天的食量 比往常的大了一些 林烟笑笑 正常 毕竟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吃饭 莫衡疑惑 什么意思 林烟的笑容有些调皮 字面上的意思 这话听得莫衡感觉云里雾里的 俊美的脸庞上满是疑惑 阿烟 你不是一个人在吃饭 那还有谁跟你一起吃饭呀 我吗 林烟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阿衡 你好笨呀 莫衡无奈又宠溺地笑看着他 你是第一个说我笨的人 林烟笑笑 算了 不逗你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莫衡好奇 什么好消息 林烟抚摸着肚子 笑得一脸温柔 你又要当爸爸了 莫衡一愣 啊 林烟好笑地看着他呆愣的表情 啊什么 我怀孕了 听明白了没 莫衡只觉得 好似被什么东西砸中了一般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缓缓地看向林烟的肚子 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肚子 喃喃到怀孕了 林烟笑着点头 嗯 怀孕了 我们将要有第三个孩子了 莫衡一下子有些难以相信 我又要当爸爸了 他仿佛有些不敢相信 有乐乐堂堂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突然又有了一个孩子 这让莫衡很是惊喜 这次 他可以看着孩子出生 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陪着孩子长大 这对莫衡来说很陌生 又很期待 林烟看着他脸上不断变化的表情 无奈失笑 怎么了 不开心 莫衡忙摇头 不是 不是 是太开心了 阿烟 确定了吗 真的怀孕了 林烟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眼神 笑着点头 确定了 莫衡开始幻想着 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激动地问道 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们要开始给他准备房间了 准备粉色的 还是蓝色的 还是其他的颜色的 林烟无奈 还早呢 要十个月他才会出生 至于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也不知道了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莫衡想了想 都行 要是一个跟堂堂一样 可爱的小女孩 我就太开心了 要是跟乐乐一样 是个小男孩 那也行 我也喜欢 林烟笑笑 得等出生了才知道 莫衡 阿燕 你知道自己怀孕了 还自己开车出来 你应该叫我去接你的 林烟笑笑 好 那你以后给我当司机了 莫衡点头 嗯 我是你的专属司机 以后你想去哪里 想做什么 我都陪着你 还有 你早上恶心 是不是孕吐造成的 我回去叫陈叔 找两个最顶级的营养师 来好好规划 一下你的饮食 林烟无奈 不用这么麻烦 需要什么营养师 我自己什么都懂 莫衡不赞同 那不一样 你不能劳累 交给别人做 还有 我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林烟想了想 去也可以 不去也行 他要是健康的 去医院的话 就是照一下抄这些 林烟不知道 去了医院 莫衡硬实拉着他 做了一大推检查 莫衡 还是去吧 走 我们现在就去 我让陈浩 打电话约第一医院 最擅长妇产科的医生 莫衡说完 便喊来陈浩 陈浩 你进来一下 外面的陈浩文言 很快便推门进来 总裁 什么事 莫衡 你去预约一下 第一医院最好的妇产科医生 等一下我带阿烟去看 陈浩 啊 妇产科 莫衡皱眉 啊什么 听不懂吗 陈浩忙反应过来 听得懂 听得懂 恭喜总裁 恭喜夫人 我这就去联系医生 陈浩笑着恭喜完两人 便忙退了出去 莫衡看向林烟 阿烟 可不可 要不要喝水 我去给你倒 林烟点头 有点 莫衡立马拿起自己的杯子 出去给林烟倒水 第241章 何家欢乐 莫衡亲自去茶水间倒水 这行为 让门口的秘书们都震惊了 有眼色的秘书忙起身道 总裁 您需要什么 我去给您倒 莫衡脸色愉悦 不用 我给我夫人倒水 她的喜好你们不知道 我自己来 秘书愣愣地 看着莫衡朝着茶水间走去的背影 有些回不过神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总裁 这么温和地跟自己说话呢 感觉好梦话呀 他转头看向工作岗位上的几人 他们也是一脸惊讶 秘书忙回到岗位上 与几个同事八卦 今天这碗狗粮 他们都吃下了 太甜了 林烟不知道 外面几个秘书的八卦一轮 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这一次的怀孕 与之前的感觉完全不同 林烟也很是期待这个孩子 不一会儿 莫衡端着白开水进来 陈浩已经预约好了妇产科医生 莫衡把事情都交给陈浩处理 今天的会议都给推了 带着林烟去了医院 一番检查过后 莫衡拿着手里的一推单子 看着抄上面看不清楚的影像 莫衡很是开心 阿燕 你看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莫衡指着一团小黑点 什么形状都没有 黑乎乎的一坨 林烟看了一眼 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从哪里看出来 这是我们的孩子了 阿衡 我突然发现 你变傻了 莫衡看着他嘲笑自己 无奈又宠溺的笑道 是是是 我的阿燕最聪明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上面的图像 哪个才是我们的孩子 莫衡还在认真地研究着 抄什么的图像 林烟摇头 我也不知道 莫衡一愣 阿 你也不知道 你不是神医吗 林烟故作得意地笑了笑 我不想告诉你 你自己猜吧 林烟说完 朝着医院外面走去 莫衡赶紧跟上去 扶着林烟 你慢点 等我扶着你 不然摔倒了怎么办 林烟无奈 我走路很稳的 这肚子都还没显怀呢 没事的 莫衡一路牢牢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开车带着林烟回了莫家 准备告诉家人们 这个好消息 林烟开口 阿衡 要不然还是三个月以后再说吧 莫衡 为什么 林烟 要是爷爷和叔叔阿姨 都知道我怀孕了 那肯定得天天看着我 把我当个保护动物 给看起来 那我就彻底没有自由了 莫衡 不行 不跟爷爷说 以后他们知道了 会怪我们的 还是跟他们说吧 我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绝对不会限制你的自由的 而且我刚刚已经给爷爷和爸妈发了信息 说有事情宣布 这个时间 他们应该都已经回到家里了 林烟闻言 无奈道 那好吧 莫衡已经提前给老爷子 以及莫爸爸莫妈妈发了信息 说有大事要宣布 此三人正坐在沙发上等着莫衡 好奇他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宣布 见莫衡扶着林烟一起进来 莫妈妈还以为林烟受伤了 忙起身去查看林烟的身上 怎么了 阿烟受伤了 林烟笑笑 没有 是阿衡太小心了 莫夫人疑惑地看向莫衡 你不是说有事要宣布吗 什么事啊 莫衡把一堆单子递给了莫夫人 看看 莫夫人疑惑地接了过来 什么 莫爸爸也好奇地开口 拿过来我们看看 莫夫人拿着单子坐到了莫爸爸的身边 两人翻看着单子 莫衡则是拉着林烟坐到了沙发上 笑着看着自家爸妈 单子太多了 莫夫人手里的都是一些咽血测心电图 等等一些其他的单子 莫爸爸则是看着一张抄单 上面有着胎儿等字样 莫爸爸突然惊喜 忙问道 阿烟这是怀孕了 这话一出 莫夫人赶紧把莫爸爸手里的抄单子抢了过去 莫老爷子也赶紧走过去看 莫夫人突然满脸的惊喜 怀孕了 我又要有孙子或孙女了 老爷子也是满脸的惊喜与开心 一家人开心地围着林烟 看着他的肚子 把林烟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莫衡开口 爷爷 爸妈 阿烟怀孕一个多月了 今天开始有了孕吐反应 早上早餐都吃不下 我准备给阿烟请两个营养师 好好地照顾阿烟的身体 三人忙负荷 老爷子 是 得赶紧找 这要是一只土 那阿烟得多难受呀 莫夫人 对 孕吐可难受了 我那时怀阿衡也孕吐过 那滋味现在想起来 还是觉得难受 莫夫人说着 心疼得看向林烟 阿烟 真是辛苦你了 要是有什么想吃的 就跟妈说 妈给你准备 两人马上就要结婚了 莫夫人自称妈也没问题 只是林烟从来没有叫过这个称呼 一时有些叫不出口 莫夫人倒是没有在意 笑着跟林烟说了一些怀孕知识 虽然林烟自己也都知道 但这是莫夫人的一片关心 林烟自然是附和着她 随即三个长辈都在一家人的群里 给林烟发了一个大红包 庆祝新的家庭成员的到来 虽然孩子还没出生 但出生那是早晚的事情 几个长辈高兴 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这兴奋的情绪 就只有去发几个红包庆祝庆祝了 老爷子邀请林烟以及林家一家人 今天来莫家吃饭 庆祝林烟怀孕 晚上莫林两家人围坐在一大张桌子上 开心地吃着饭菜 两个老爷子高兴地喝起了小酒 讨论着孩子们的事情 林烟看着这热闹的氛围 以及身边的家人们 心里只觉得暖乎乎的 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置身于这样热闹的氛围中 她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 却没想到会在这里收获了这么多的亲人 她想着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是老天 对她最大的恩赐了吧 现在的生活真好 她希望一辈子都可以这样 与家人们在一起 与莫横在一起 林烟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 在心里默默地许着愿 后面出现的莫横上前 轻柔地还住林烟的腰 附在她的耳边 温柔地换着她的名字 阿烟 我爱你 第242章 大结局 番外 时间一晃而过 来到了林烟生产的这一天 莫横焦急地等在产房外面 莫邻两家人全部都在走廊上站着 一个个都面色焦急 莫横烦躁得喃喃自语 怎么不还出来 莫夫人看着在眼前晃来晃去的莫横 无奈道 那别转悠了 我头都被你转晕了 莫横焦急 妈 都进去好几分钟了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不是说 妇人生产的时候 都会大吼大叫的 怎么阿烟区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莫横跑到手术门口 趴在门板上 听着里面的动静 可能是隔音效果好 太安静了 她什么也听不见 莫夫人开口 哪里能大吼大叫的 要保存体力的 不可以浪费力气 别担心 医生说了 阿烟这胎应该是很好生的 莫夫人刚说完话 就听见了里面 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听见这声啼哭 莫横立马惊喜不已 生了 生了 莫横激动地摇住莫夫人的肩膀 妈 生了 阿烟生了 莫夫人也很是激动地连连点头 是 我听见了 生了 两家人都开心地站了起来 围在产房门口 等着林烟和孩子出来 莫夫人嘴里念念有词 老天保佑 太好了 没想到阿烟这胎生得这么快 真是太好了 莫夫人激动不已 两家人望着手术室的大门 期待着医生赶紧出来 莫横更是望眼欲穿 怎么还没出来 这是莫横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 手术室的大门才打开 莫横迫不及待地冲过去 医生 我夫人怎么样了 我可以进去看她了吗 莫横直接忽略了医生手里抱着的孩子 着急地问着关于林烟的情况 只有莫夫人他们 看见了两个护士 抱了两个孩子出来 莫夫人忙跑了过去 与莫爸爸两人接过两个孩子 莫横则是得知 可以进去了之后 就朝着产房去了 莫夫人看着墙包里 软软糯糯的小婴儿 心都要软化了 她看向医生问道 医生 男孩还是女孩 莫家虽然有能力 可以提前知道是男孩女孩 但是他们都觉得 还是给自己留点惊喜比较好 所以 并没有提前看两个孩子的性别 莫老爷子与林老爷子 也是好奇地看向医生 医生笑道 两个都是男孩 这个黄色强宝的是哥哥 先出生一分钟 蓝色强宝的是弟弟 莫夫人笑得开心 好好 男孩女孩都好 一家人抱着两个孩子 去到了病房 等着林烟与莫横 医生交代 等一下林烟出了产房 就要来病房了 几人询问了林烟的身体状况 得知她很好 便也都放下心来 知道两人在产房里面有话说 一家人都没去打扰他们小两口 而此时产房里 莫横看着床上的林烟 她脸上有些苍白 发丝凌乱 汗水打湿了她大部分的头发 贴在了她的额头上 见莫横进来 林烟笑了笑 阿横 你看见孩子了吗 是两个男孩 我还以为会是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呢 莫横心疼得给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替她把发丝抚平 柔声道 看了一眼 阿烟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林烟摇头 没有 生孩子对我来说很简单 你忘了 我可不是普通人 莫横知道 她这事不想让自己担心 就算是她再厉害 也解决不了生孩子的痛 要是可以 莫横真想自己生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等林烟好了一些 莫横才推着她去了住院病房 一家人早就在病房等了半天了 见林烟终于来了 莫夫人与林老爷子忙围了上去 阿烟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林老爷子忙问道 眼神里满是担忧 莫夫人也关心地看向林烟 见她气色还不错 稍稍放心了一些 林烟对着两人笑了笑 爷爷 妈 我没事 莫横 爷爷 妈 我先把阿烟抱到病床上 两人闻言 忙让开路 莫横小心地把林烟抱到了床上 又细心地给她调整了一下位置 林烟看着小床上的两个孩子 笑道 阿横 你把两个孩子抱过来 我看看 莫夫人笑道 阿烟 两个宝贝长得可漂亮了 莫夫人走到小床边上 抱起哥哥走向林烟 莫横走过去 准备抱起弟弟 只是看着这只有她 拳头大小的婴儿 她有些不知该如何下手 伸手调整了好几次姿势 也还是没抱起来 刚出生的婴儿小小的 白白嫩嫩的 林烟看着她 只觉得觉得整颗心都软了 她伸出手 摸了摸她的小脸蛋 眼神里满是慈爱之色 莫夫人笑着说道 这是哥哥 比弟弟先出生一分钟 林烟 那弟弟呢 两人朝莫横看去 见她站在婴儿床边 莫夫人疑惑道 阿横 你快点呀 把弟弟抱过来 让阿烟看看 莫横有些不好意思道 妈 要不还是你来抱吧 我不敢 莫夫人一愣 啥 你不敢 莫横点头 嗯 她太小了 我不敢动她 文言 几人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莫横无奈地看着众人的笑意 妈 你快过来抱 我再多学两天 莫夫人摇头笑笑 走过去抱起了弟弟 送到林烟的床上 给她看 莫老爷子 给两个孩子取了名字 哥哥叫莫瑾 弟弟莫俊 林烟与莫横 对于这个名字 也都很喜欢 林烟只在医院待了两天 就回去莫家了 乐乐堂堂有了弟弟 每天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两个弟弟 可惜莫瑾和莫俊还太小 看着哥哥姐姐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只能一一压压地挥舞着小手 与哥哥姐姐交流 生产后的林烟身上 又多了一丝温柔的气质 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莫横在带 他很少让林烟插手 好似是要弥补之前 没有带过乐乐堂堂的缺憾似的 莫横一有空 就回来带孩子 喂奶粉 换尿布 他做得越来越好 时间长了 搞得两个孩子 都比较爱黏着他 林烟倒是乐得清闲 一转眼 一年过去了 莫瑾和莫俊 也一岁了 两个小家伙 已经学会走路了 只是步伐还不是太稳 必须得有人跟着 两个小家伙 在草坪上玩着拼图玩具 两个孩子虽然是双胞胎 但是性格却是相差极大 莫瑾从小就调皮捣蛋 还性格很是傲娇 莫俊却很爱说话 性格温顺有理 但也有些认识力 自从两个孩子学会走路 家里就经常被他们 弄得乱糟糟的 一家人无奈又开心 老爷子以及莫爸爸莫妈妈 都急宠着他们 更加导致了两个小家伙的 无法无天 林烟正坐在莫横 专门为他和孩子们 做的秋千上 看着草坪上的四个孩子 神眼里全是笑意 莫横刚下班回来 来到后院 看了看草坪上的孩子们 笑着走到了林烟身边 推了推他的秋千 阿景和俊俊 今天听话吗 林烟笑笑 两个孩子的性子 你还不了解 阿景那是每天都得闯祸 家里凡是有他经过的地方 那就不能放贵重物品 今天又弄坏了一件 他爷爷的书法 莫横无奈 爸的东西都在他的书房里 阿景怎么会拿到 林烟 爸本来今天要拿出去送人的 林烟因为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顺手把东西 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了 等他接完了电话回来 那场景 差点把爸给气死了 莫横无奈地摇了摇头 是哪幅书法 我再给爸重新找一幅 林烟摇头 没有了 就那么一幅 爸可生气了 打又舍不得打 吼也舍不得吼 我都替爸难受 林烟想到 莫爸爸今天的那幅样子 也有些觉得对不住他 我记得我空间里 还有有些字画 等一下我找找 看看有没有好的 都拿出来送给爸 莫横点头 好 草坪上 莫锦又生气了 大眼睛不满地看向乐乐 哥哥 我不想玩这个了 我们找点好玩的吧 乐乐无奈 阿锦 你连这么简单的拼图都学不会 你以后可怎么办 乖 别总想着去玩 哥哥教你学拼图 锻炼你的脑部发育 不然以后你会不聪明的 你喜欢当一个笨蛋吗 莫锦摇头 我不喜欢当笨蛋 但是我也不喜欢拼图拼图 乐乐直接忽略了 他后面的那句话 不喜欢当笨蛋 就要跟哥哥好好学习 堂堂正陪着莫锦拼同一张图 莫锦学得很认真 看着哥哥戴的墨锦 堂堂不禁有些幸灾乐祸 还是俊俊好戴多了 阿锦就是个淘气鬼 最难缠了 乐乐说什么也不准莫锦走 必须先把拼拼图拼完了才可以走 被乐乐管着的莫锦不敢走 只能无奈地继续拼这个无聊的拼图 林烟好笑地看着几个孩子 哈哈 你看 还是乐乐这个哥哥 才能管住阿锦 莫横点头 那以后阿锦就交给乐乐管了 莫横说着 坐到了林烟的身边 伸出手 把他揽入自己的怀里 林烟靠在他的怀里 秋千晃晃悠悠地倾荡着 如同他们今后的日子悠闲自在 全文完